善森健好 善跳 善散勿 善跳 善谷奔似迅 POLYES 善谷奔似 世家磨立佛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能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佛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华言经 父贤何念品 各位居士奥弥陀佛 请放长 请大家 就是翻开上次的户表一 上次的户表 户表一 最后一页 第七页 上次我们是学到这边的 讲到 就是说我们 上次的户表第七页 户表一第七页 因为上次我们讲到这个 我们修学普贤恨平的目的 它第一个 它就是因为你能够 修学普贤恨平的目的就是能够解行并用 一解解行 我能依这个经 这部经 这个半经 普贤恨平所说的十大恨念 一解其行 修持这十大恨念就能够 第一个 能够开行我们朋友的自信弥陀 显现什么 清新的境界 就是自然能够感召什么极乐世界的显现 第二个目的就是说能够增长我们的波罗智慧 增长我们的波罗智慧 第三个就是我们知道 因为你在修学普贤十大恨念的话 是一种上法 所谓心生则中法生 所以有注意一切上法的生起是这样 这个意思在这里 因为你对这个普贤十大恨念之在之 所以种种那个信心 禁令心 常规心 种种母根无力 那种无量共有显现出来是这样 第四个目的就是说这个普贤十大恨念 有一种除去种种障碍的力气 就是说我们讲到这边 这里面我是引用上次有用大乘起庆论的话 那普贤十大恨念那个文里面谈过 大乘起庆论那段话 我们是谈到这边 我想把它再念一遍好了 大乘起庆论这段话再加上第几行 第七页的 对不对 父赐漏人虽修行信心 以从先世来都有重罪恶业障故 为邪魔诸鬼之手老乱 后为世间事物种种虔残 后为病苦所劳 有事等众多障碍 事故应当有本精情 庆论六十礼拜诸佛 诚心畅肥 欠请随习 肥向菩提 长步修慧 得免诸葬 上根增长故 上次我们是谈到这边的 因为他因为这段话 他前面是讲到这个父赐 这个父赐就 还就是你在修学 就父赐 又紧接的 他前面是讲到精进门 讲到流转生死骨的体会 对 这里边 漏脸虽 修行信心 怎么意思呢 这个修行信心 什么信心 信三宝 佛阿圣三宝 还信什么 信真如 佛信知其密陀罗真如 这个修行信心就是你修学什么 种种的法门 目的要增长信心 是这样 但是你虽然修学 比如说修进途法门好了 修学那个天南中法门 乃至中途法门好了 为了目的要增长信心 但是呢 以前世来说 种罪恶恶战故 切死我们无量 种罪恶战故 切死啊 我们都知道 以后我们在进五年就学到了 在那经典哪里呢 在普贤任平 大家会什么种罪恶战故 这样我看一下 这样让大家更清楚 请大家放开讲表 放开讲表一下 就是那个 第十四页作为一行 十四页作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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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 第十五页第一行 这样就好了 父赐善男子 言唱悔夜障者 菩萨自念 我已过去 无始结终 由贪生吃 发生我意 作出恶业 无量无边 再想想再念一下好了 再想再念一下 若此恶业 由体相者 尽虚空借 不能容秀 其实这里面呢 我们看十五页第一行就好了 这菩萨自念 这位一般的菩萨 这个修 就是一个修学 种种种我们的 花心的菩萨 你自念就是你常常观照 常常觉照 观照怎样 无量解 因为贪生 由是因为什么 一人的弥佛 这个由于贪生吃慢以不正见 这贪生吃慢以不正见 它是有四个字 它里面还包含什么 就是贪生吃慢以不正见 就是见师父之故 这贪生里面还有见师父 因为不正见就是见父 就因为见师父之故 发动什么 生三业 发动了生活一三业 造作无量 就种种多的恶业 无量无边 这里面就了解说 了解一下 那接着呢 显多就若此恶业要体相者 静虚空也不忍受 假如说你所造的恶业 假如什么体相者 你可以感觉到的 这个体就是可以摸摸到 就能够见闻节制的意思 那这个像 你看到这个像帽 就是你这个 就是你又是能够见闻节制的话 整个虚空都没办法容索的 我这么简单讲就好了 就是说无量节 无量节我们都造作无量无边的作业了 这个就是意思 那对照刚才那个户表 刚才上次户表 第七页那边 我们看一下 你从前世来都有重罪恶业占固 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你要唱为恶业占固 就是这个意思 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有重罪恶业占固 是这样 那这里面他讲的重罪恶业占固 那他举些例子 因为重罪造了 因为过去生啊 隐蔽的弥婆造了什么重罪 武力的重罪有可能啊 确实 武力罪啊 因为里面信佛 他造作轻的是杀到一万 重的是武力罪啊 是这样 恶业占固就是你 那因为习气之固 然后没生起人 杀到淫妄的恶业占固 是这样 那这里面下面呢 因为你这个 有这个重罪恶业占固 因所以感召什么 种种的恶果 第一个 邪魔诸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过去的冤心在主 来老乱你啊 来那个老乱你的身心啊 让你身心不安啊 就是这样 那淫心在主要扰乱你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世间事物中间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假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遇到 那个 天灾人不好了 比如说遇到车附好了 就让你在 没办法修行 就这样世间事物 这个就是意思啊 让你天灾事件的事情 让你没办法 没办法是这样 身心让你身心不安的 事件中 让你 千产就是让你 煩惱煩躁 就是遇到这种 不个抗拒的逆境界 就这样 车祸就这样 简单讲就好了 就这个意思 没办法修行 就这样 第三个呢 病骨双脑 这病骨 从小的感冒 来自什么 现在什么 无患肺炎好了 大家很恐慌的境界 乃之呢 这个病骨 我只讲到一个好了 因为我曾经在台中 那个 那个一个 叫做菩提医院 那个一位 副理师啊 他跟我讲说 他的先生是牙医师 他的先生啊 在那个 看病的时候 看 就是看患者的时候 突然怎样 心脏病 那个心肌梗塞啊 然后送到几件事 就死去了 这个病骨就是这样 有时候这样 病骨有这个意思 这个病骨很多 从小感冒来自 种种种做的 我们 肝癌啊 肺癌 种种种境界 说病骨说老 这是切死的 有如是 那这里面呢 几三个例子 就第一个 連邪魔猪鬼 还有事严事物 还有什么病骨 有如是等 有如是等 有如是是指三个情形 这三个例 等是什么 还有很多意思 等还有很多啦 还有其他的 众多的障碍 就这样 这个其中 有如是等 是果报 这苦果啊 因为你过去造了 起霍造业 真的感到 有如是等 众多的障碍啊 是这些讲 我们把前面是 霍为苦的境界 下面是什么 如果对峙了法门 这一次讲 所以佛套就 这个替西姓劇 起星论是 马迷扑萨 根基大圣经典 一百部的大圣经典 所把那最重要 最精華的部分再錄下來的 所以這也是佛陀說 事故應當什麼? 永本精進 什麼永本精進? 精進在精進 精進在精進啊 精進 永本精進 精進在精進 做六十三 二十四小時啊 不可能的事情 就意思是來講 要念之在之 就是說 我今天在吃飯的時候也念之在之 要以 睡覺的時候也是念之在之 意思是來這樣 這裡面的禮拜祝我 這裡禮拜祝我含有供養讚嘆 就是管相供養讚嘆 稱讚如來的意思 還有陳昱暢肥 這裡面就以八個罪名 禮拜祝我 陳昱暢肥最重要 即使這個段話 禮拜祝我 陳昱暢肥 嵌景色的意思呢? 勤爽法輪 請佛助世的意思 隨喜是隨喜功德 這裡以後我們會談到 回向就是什麼 這回向不物體就是所謂 所以我們說了 我們說九走恆順 十整普見回向的意思 這回向不物體就是一種 回向等於說這段話是什麼 要欠我們修學普行十大恨言 要念常常這樣 恆常的不修位 就是你常常不停的念之在之 不過你修學十大恨 才能夠免除這些眾多的障礙 才能增長我們的善根 講到這些為什麼要講這些呢? 因為這段話就是說 普行恨言十大恨言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修普行善? 因為無量解鬥 重罪惡業戰故 所以我們習氣了 剛才我們念到那個 為什麼要常惡業戰 就是這個意思 就像今天我們 譬如說 他擠了三個例子 病谷 你看 譬如說我們 譬如說五患慧癮好了 這是這樣 是我們自己業力所感的境界 是共業 我們感到這個境界 但是呢 共業禮拜什麼 別業 什麼叫別業? 就是你自己要不斷地 以求愛唱我心 求佛教的心 來改變你的內心的業力 今天這個業力所感的境界 絕對不是 今天譬如說我得到肺癮好了 就絕對不 百分之百 絕對不是別人感染給我的 也不說因為譬如他的 法律的措施 做得不托讓 我才感染 是我自己業力所感來的 這業力要不能厭天遊人 本身要從佛法的角度 一切不論順境界也好 逆境界也好 都是自業所感 自己的業力所造感來的 這是確實的事情 也是唯心所限的境界 本身這要因年所存法 要體肺 要離憶結 所以你要對這重罪惡業障 這業力 過去的時候造了重罪 這業力啊 惡業障 造了惡業力 感到什麼 不可惡搞不好 就是你看 病骨 我們 譬如眼前的這個無患肺炎 這個輕心 這個疫情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 要以求愛唱我心 求佛教 禮拜諸佛就是這樣 也在這裡 但我們的禮 一般想 禮拜歐彌陀佛 一尊你最氣氣的佛菩薩 或拜觀世音菩薩 或拜歐彌陀佛是這樣 那目的就是你要怎樣 改變逆境的業力 上次我不是講過了嗎 講過那個誰啊 那個 那個 患宗愛的故事對不對 患宗愛的故事有講過對不對 應該有聽過 患宗愛的故事有沒有講過 沒有喔 沒有喔 患宗愛的故事 我聽我們叔叔講的啦 這個 患宗愛是這樣啦 你看 宋朝是宋政宗的宰相 一國的宰相 那個 所以他家族 他這個人 我們不知道 患宗愛很有名的 業養若記是哪 先天下之悠悠 禾天下之而樂 先又禾了那種 那個就是那個 胸襟很寬 就是那個 胸襟 心胸很大 心量大的人 雖然是文人 不簡單 先又禾了一個宰相 他 就他家族裡面有一個姓范的 跟他 就是求他一下 跟他來拜見這個半仲淵說 今天你 他跟他講說 你今天所有能夠成為宰相 是因為你的風水特別好 就是他服務後面的風水特別好 所以他這個家族的人說 我是不是可以跟你放風水一下 他說放風水 放一下 這患宗愛說 一口答應就可以了 放過去的話之後呢 其實患宗愛就把他祖先的服務 搬到他家族那個人的 原來的 叫互相交換 因為患宗愛的風水真的好 但是搬到他那一家族的地方 那個地方 那個風水真的不好 為什麼 山很尖銳 很尖俏 那個山很尖俏 山那個服務很尖 不是那麼很嚴頓 但是這個我們書講 隔天晚上 隔天晚上這樣 連以交加 就把那些 把那山慢慢把它整理 變成比較嚴頓一點的 不那麼尖銳的是這樣 為什麼 因為本身你看 這個患宗愛這人 內心的善業力強 善業力強 所以善業力很強的話 善業力很強的話 這感到什麼 心機的狂狂 雖然你遇到逆境的時候 這個逆境沒辦法什麼 清換你 就這樣 就是我們境界什麼 境水新轉 向有新生 所謂的一切唯心照的意思 就是一切唯心照 對 就是一切唯心照 新的境界就是這樣 那你說範宗淵他你看 那個家族人 你看如果說放過去 雖然是範宗淵本來那個 他的服務 那風水會長 那如果說他的 這個家族人 他如果說他的善業力 如果不強的話 也沒有用 那外境 隨他 隨他內心的業力改變的 不是隨 你要知道 我們今天呢 要知道 我今天 譬如說我今天 遇到逆境 譬如說我今天 遇到五萬位 改變內心的業力 不是改變外界境界 一定要知道 因為它是 因言守生法 守生法就是境界 因言是什麼 內心的業力 要了解一下 因為呢 進水新轉 就是說你看 患中 患中彌他搬到一個 風水不好 但是隔天晚上 慢慢 風水就變了 變化了 因為進水新轉 內心的業力 他善業力強 這心量大的人 所以 外境都改變過來的 是這樣 所以今天我們了解到 說你今天 雖然有重罪惡惡禪 確實 但是我 好好的拜佛求暢肺 改變我們 內心的業力是這樣 所以不要恐慌就是這樣 那我們知道呢 因為這些 我們自己要檢討自己 就這樣 要檢討自己 差不多 我們呢 就是要念之在之 對 多以求哀暢肺心 求佛驾悲心 多理佛暢肺 一定這樣 很重點在這裡 這段話就是這樣 這裡要永本 他方法就是你要 中文一定要下功夫 才夠免除 比如說我們今天 遇到這個禁階 這個武漢肺炎的禁階 你看 都拜佛求暢肺 你自然而然就像 寬中文一樣 寬中文 雖然遇到逆禁階 自然能夠 什麼 洪凶什麼 化吉 第一天啊 轉回歐安一定這樣 已經這樣了 為什麼你怎麼轉逆禁 為順禁階呢 就是改變成內心的業力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 重罪惡異障故啊 誰這不能 這是我們 對不對 這沒 這不能承認 業不重 不生收婆啊 對不對 重每個都有的 所以呢 這段話呢 也更加大家互相美麗 切實 因為不斷 不要以那個內心臘成 你看這個誰啊 櫻瓜他是怎麼講 長生 常愧心 懺悔心 眾有羞恥 總之為我功很勤 就是常規心常委 就是這樣意思 因為都有重罪惡異障故 常常念之在之 說今天為什麼要 我今天為什麼要文思修 為什麼要學習教 學習那個佛法 為什麼要解行並重 目的啊 要因為有重罪惡異障故 所以不斷地文思修 一定這樣 因為我們了解是了解 他想一解解行 很重要 這樣很重要 就這裡 就是說你理解啊 是用理觀 還想想想 試修 試什麼試修 都拜佛 是這樣 這個念你佛 你拜佛的時候 稱念佛話 就是等於稱 等於稱讚如來的意思 你理佛就是你一拜諸佛對不對 二怎麼樣稱讚如來 就是你當你念 在稱念名號 就是等於稱讚如來的 是這樣 而且我引演語 真的等於又廣修供養 因為呢 我是依照佛陀所說的話 去拜佛 就是等於 如說修行供養 就是意思在這裡 所以理佛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也要求哀唱我心 求佛詐心去拜佛你們 改變我們內心的業力 自然而然呢 我們的 總為紅雄化吉啊 對不對 常常這樣 今天遇到這個 我們要在共業中的別業 就這樣 確實是我們共業 大家來共業 但是呢 我們要改變內心的業力 就是別業 我們要 因為你去拜佛是一種 親近的業力 要了解到 那為什麼 我會不會 它是一種渣染的業力 今天呢 我們內心一定有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改變 改變有的 一定要多拜佛 念之在之 因為你要念之在之 是這樣 內心有一種 要用求愛唱我的心 求我加倍心 就是你常常念之在之 如理做一 就這樣 你觀照一下 一文字波羅起觀照波羅 一定要這樣起來 不要被這個境界所轉 現在你踢的 這是我業力所感的境界 我念之在之 要改變我內心的業力 這個念佛是親近的業力 就是你要念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樣 改變我內心的業力是這樣 大概這個意思 這段話就是說 所以你這十大頁 十大頁是一種 除去我們內心 種種障礙的力氣是這樣 然後再看最後兩個 最後 最後兩個 就是第七頁 最後倒數第二頁 這兩頁一起念一下 因蕩下走明除葬 方便如人父在 依父以亡 則在主無如之何 如是行人 禮拜諸佛 諸佛守護人託諸葬 這裡面呢 他講的是中 以禮拜諸佛為主 是這樣 這是法葬大師 就是湯朝 這個法葬大師是 五折天的勾師 就是法葬大師 他就裡面 他也是那個什麼 那個法元宗的三組 法元宗五組 他三組 這位大師 他也講到說 這時候禮拜諸佛成長很重 就是出去 這個種種在的分辨 種明就是種明 因為 就說他裡面幾個例子說 如人父在 就是你雖然有種種的業力 所以你造的 你造的種種種重罪惡意障 雖然有種種重惡意障 雖然有種種惡意障 但是你依靠什麼 是往誰 是佛菩薩 就是什麼 依附往往 就是諸佛 諸佛路來就是往意思 因為你依附這個往三寶的時候 佛頭 那麼這些債族 這些重罪惡意障 沒有辦法 無可奈何 就這樣 來自殷居債族 就是債族 那是因債族 乃是種種的障礙 都沒辦法 都沒辦法 難以和 是這個意思 所以如是心人 我們就 像我們這 像大家這樣 羞恥敬佛 我們就紀念心者 你禮拜諸佛的話 當然得到佛的救護 能偷諸葬是這樣 能偷種種的障礙 確實 我們記得 在觀經裡面講 提到什麼 依依觀明 騙照實用世界 唸佛眾生 射擊不捨 對不對 就是佛的觀明是加持我們 所以要念自在自 要提醒自己 要多拜禮佛這樣 在這裡 你拜奧彌陀佛就好了 他這裡 因為你拜奧彌陀佛 等於是拜了十分之佛一樣 禮佛是這樣 那這裡面了解到 而且呢 你要了解到這個重點 曾經唱會很重要 為什麼呢 我提示大家會怎麼呢 在觀經 觀無量是歐經 那段話怎樣 諸佛如來 是法界生 入一切 眾生心想眾 重點之間 諸佛也是 我們知道 十分諸佛是騙一切處的 騙一切處 他不是 比如說歐彌陀佛 歐彌陀佛在西方嗎 他在眼前 他騙一切處 他是法生騙一切處 知道嗎 法生騙一切處了 他早就準備好了 他錄 為什麼要錄 他怎麼錄 這錄就是趕進到家 錄一切眾生心想 心想中是 眾生是因為 能感的心 心想念你 意念彌陀 想就是你用 以那個自成的恭敬心 來拜佛念佛 就是眾生心想 他讓他錄 因為你沒有念 你沒有自成心心念的話 他怎麼錄我們心中呢 所以這個心想中是代表我們的 那念 能感的心 什麼叫能感的心 自成心的 拜佛念佛 就是能感的心 是這樣 才能錄到我們心中 是這樣 他能感應道交 感應道交才是怎樣 就是達到什麼 就是所謂的 無量受信怎麼樣 其有眾生 欲以失光者 善闊消滅 聖力柔軟 翻起永遠 善於神 善闊消滅 就不生起三生痴了 最多的力量是這樣 所以不到一樣 所以你今天要 所以他這裡 你禮拜 為什麼得到諸佛覆念 覆辭覆念文 因為都佛的光明家族我們 這裡也是講這些 大家觀家都互相勉勵 就人家要有什麼 念之在之 這個因為都有眾所謂的戰固 就是感到 今天有人 今天現前的境界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要這樣 要以 要以 常惠心 常惠心 都拜我求常惠 跟大家現在互相勉勵 好 這段話 就把我們現在就把那個 這個 修學補習慶應的目的講過了 現在我們回到這個講表 請大家看講表 講表第一頁 上次也大概講過了 講表就第一頁 最後我們看第一頁這邊 我們把前年的 就是說一個特色 業力廣大 刑處無間 來自修學補習慶應的目的 講過了 現在講這部經 這部經分本四部分 第一部分解釋經題 這經題裡面其實含有部分 就是所謂的 就是五重協議 所謂的 市民 賢體 民衆 論用判教是這樣 當然我們了解一下 第二個修學綱要 什麼修學綱要 就是 對這個 普賢 十大何念 從禮經諸我到普賢肥相 一個 如果羞恥的 那個大要 要了解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學這個普賢文明就是要能夠 一傑起行 把這十大何念 修出來 第二個水文事業就是跟著經文呢 把它意理呢 說明一下 最後是解釋欠修 把一個 接一個祭送就是我一大事的祭送 把總歸一下 這是一種 這是一種 總那個 總說啦 就是這樣 互習一下而已 等於欠修 那我們來修飾這個 跟大家互相美麗 來修飾這個普賢十大何念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看解釋經題 請大家換到第二頁 第二節制經題 這部經題 我們看我想 節制經題 那個第二 那個本品出字 這樣一起唸一下好了 本品 本品出字 華元經 據稱大方廣佛 華元經 陸不思議 謝托 近切普行 賀彥平 很長 那是這樣 那呢 我請大家看一下 這個請大家換 這個華元經 了解一下 這請大家看到今天戶表第一頁 第一頁 這個華元經 這個華元經 有三種譯本 三種譯本 一般三種譯本 第一本是 六十八元 第二種譯本是八十八元 第三個是四十八元 今天戶表第一頁 看一下 就了解一下 這六十八元 我想 我想我們就念一下好了 這些兩個自己念 指的是華元經 華元經六十九元本 乃東進佛陀 巴陀羅 尊則 首譯 那這裡面呢 它是六十九元 一共有 盛世平 那是 這個佛東進的時代 在東進時代翻譯的 這位 這位大師啊 佛陀 巴陀羅 尊則 佛陀巴陀羅 是 我猜一下 中文叫絕玄 絕悟的絕 閒忍的玄 叫絕玄 它裡面有講到 它是 本來是姓那個 釋迦摩尼弗 釋 釋迦佛陀 它是 甘露王 甘露 甘露 甘露煩丸的後裔 甘露王 就佛陀時代的甘露煩丸 它的 甘露煩丸 甘露煩丸的後裔 甘露煩丸 那這裡 這就是 就是 東晉時代的 它翻譯的 法印金 它這個 用 是最早的翻譯本 而且它是經過 四年的時間 才翻譯成功的 經過四年才翻譯起來的 六十萬元 最早翻譯本 那第二種 法印是八十八元 八十八元 它這個 就是八十卷 我們知道 這個六十萬元 就是六十卷 八十元就八十卷 這八十八元 我們講 一起唸一下 指的是 法印金 八十卷本 為十差 南投法師 應武則天之情 從宜甸國 西患本 入中國所譯 這位 十差南投法師 也是翻譯什麼 地藏經的 大師 是這樣 他也翻譯了 地藏經 也是三藏 也是三藏法師 通達紀念論的 這些翻譯 這個翻譯也不簡單 這也是 這個翻譯第一章間的法師 也不簡單 他是印什麼 唐朝 武則天是 他那又改什麼 武桌 武桌 桌朝 桌朝的桌 但是應該是唐朝 那時候他廢掉什麼 中桌 中中 印唐中中 黃衛 自立為了凡帝 武則天 他印武則天的邀請 從宜甸國 西大這本 因為結會什麼呢 因為六十萬人 還不完 還沒有 還不完備 所以他就請 這位大師 十三藏法師 來到中國 哪裡 洛陽 我插了一下 在洛陽的大內偏公寺 也是經過四年的時間 廢取四年 才翻譯成功的 一共三十九瓶 前面是三十四瓶 看起來多五瓶 其實多一瓶而已 只是因為唸 他文比較詳細而已 那這裡面 我講武則天 我說歷史家 都對他評論不好 但是從佛法的角度來看 像我們今天唸什麼 開經濟對不對 無上生生微妙 就是他寫的 你看 他佛法的造語很高深的 確實 你看能說出那種無上生生微妙法 你看講那是那麼 這個人 他佛法造也不簡單 只是說那一些歷史人 因為有時候 南美會什麼 有一種歧視 你看 李皇帝對不對 你看這樣 那就說這裡 南美大家要你看 能夠解說 開經濟 竟然 從古到現在 你看 這經濟大多會 算是耳熟人響的 不簡單的 這句話講得非常 非常好 你看 一眼解如來真實意 那真的講得非常好 真實意這個 所以 那這裡我們要了解八十法言 了解一下 但是八十法言裡面 他裡面就是他最後一品 入法借品不太詳細 這時候又歡迎四十法言 怎麼講呢 這四十法言 這三行一起唸一下 指的四十法言經 四十法言經 四十法言 他的全名是 大方廣佛法言經 錄不適宜 謝多禁戒 普賢賀念品 為唐德忠實 波羅爾商賬法師首益 其中最後一檢 獨立出來 而稱之為普賢賀念品 他又翻了四十檢 那在全名大概那麼長 就是我剛才唸的那段文 唐朝德忠 唐德忠也是 他是 那個 在說那是唐朝的時候翻譯出來的 這位大師就是波羅大師 波羅山藏法師 波羅大師 波羅山藏 山藏 他是印度北部人 印度北部人 那這裡面 這要解決中他在哪裡 他是經過三年的時間 才翻譯成功的 那時候呢 陳冠大師 就是我們這部經的科 陳冠大師 他也是 也有參與這個法尼的工作 陳冠大師 是在長安的崇武士 長安的崇武士 所翻譯出來的 那這裡面 他因為前兩 因為前面 六十八言 八十八言 對這個什麼 路法借品 就是那個路法借品 那個路法借品 講的 那翻得比較簡淚 那翻得比較簡淚 那這裡面 四十八言 對這個路法借品 路法借 就講的 很詳細 是這樣 這個 這就是四十八言 這一品 路法借品 不要詳細 就是這一品 那四十八言 那最後一簡就是 普賢慧品是這樣 他講的比較詳細 所以是這樣 翻得比較 就是最圓滿的 就路法借品 就是在四十八言裡面 最圓滿的是這樣 叫四十八言 好 這樣了解我們一個概念 對這個法借金 有六十八言 八十八言 四八言 這三種法借本的概念 了解的 好 我們現在就怎樣呢 就來看一下 除非到這個講表 五重旋律 就是解釋五重旋律 這個當然 他因為這五重旋律 是根據天台中的 天台中 他們都對那個 基因體都用五重旋律 來解釋 因為比較清楚 是這樣 那這裡面我們簡單的解釋 解釋 解釋一下 請大家看一下 就非得到五重旋律 就是必須說 你看一下 看那個 金內復表第一頁 倒數第一 你看一下 以解釋一人為P 對不對 就是一個 五重旋律 我們要不要 好像看起來很深 就慢慢了解一下 你看 回到看第二頁一下 看金內復表第二頁 第二頁 一共有五 就這五重旋律 也就 從四名到什麼 叛教 我想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一先是姓名 二次任魅目 三知己志願 三是民心才用 五 評判人格 就是我們 有時候我們他這個了解 他其實你看 彌頭要解也講這些 他這個了解 他這個了解 他對他比較 我們對這個禁論 比較容易抓出它的重點 這個什麼 什麼樣 第一個 四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先認識這個人 你要認識這個 你要認識一個人 對不對 要先請問貴姓大名的意思 請問貴姓大名就是這樣 比如說這邊什麼 佛安金普賢恨平的意思 就這樣 請問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叫什麼意思 佛安金普賢恨平 就是貴姓大名的意思 就這樣 第二個 四人 這個認識也明白 面目 當時相貌是怎麼樣 這個人呢 面目怎樣 你是高個子 這個人是高個子的嗎 還是矮的 還是胖的 還是瘦的 了解意思 什麼樣的 就是他是什麼樣的身體 來自呢 他是什麼樣的相貌 神器是什麼 相貌神器就是這個意思 前體的意思 就體性 一般大聖的體性 都是十項 都十項 諸法十項 一般大聖法都十項 是這樣 這意思是說 你要從他的名字後 來瞭解他 這個人相貌是怎樣 神器怎麼樣 身體什麼樣的身體 第三個呢 知己自願 什麼自願 他是做哪一種行業的呢 做哪一種職業的呢 就是這樣 這民眾就是說 修行就是什麼 修行的綱要 就民眾 終究綱要 修學綱要 據說我們那個 禁火門 這個 謎頭要什麼 信念痴迷 就是修學綱要 就民眾 說明那個修學綱要 那第四個呢 明希才用 明希能夠 這個明希 明希才用 明白 這個完全熟悉他的 他的什麼 才用的意思 他的用處 他的功 什麼意思呢 我從佛洛假如來看 譬如說 你認識 你也想認識一個人 你知道 假如譬如說好了 他是一個 道心很堅強的人 道心很堅固的人 而且呢 善根深厚的人 我如果跟他交文 假若 我只想 我如果跟這個 善根很深厚 道心很堅固的人 我跟你講 一定要得到利益的 一定得到利益的 所以我一定會跟他交文的 所以這明希就論用 我跟他有得到什麼利益呢 就是我 隨許這部 那個普線 有得到什麼利 功用呢 利益呢 就是意思在這裡 這個意思在這裡 論用這個意思 我認識他 有什麼用處呢 就是這個意思 我認識他有什麼用處 林希才用這個意思 第五個 評判能格 就是說 對於這個人呢 他的品德 品性 能格 就是品性 能格 能格 得恨 才不至於 你要了解他 才不至於 隨意交文 你今天要看到品性 得恨 高不高超 才不至於亂交 才不至於隨便交友 是這個意思 叛教就是叛變的 他是大聲的教法 還是小聲的教法 還是嚴肚法門 還是什麼 建教的 是建教的法門 是這樣 是這樣來評判人格這個意思 所以用這個 這是誰講的 這是一位叫賓宗法師 賓宗法師 賓宗法師他講的 他讓我們比較容易了解 對這個五重懸疑的一個概念 因為五重懸疑講的 比較看起來 聽起來懸疑 聽到又懸又奧妙的意理 聽起來我們覺得好像很深的意思 但從 我們認識一個人 作為批譯的話 就或許或許又怎樣 更能夠了解是這樣 接著我們開始看 請大家看到講表 第二頁這邊 看一下 這邊從四敏開始 我們認識到這個人 從四敏就是這部經 大風廣佛發言經 大風廣佛發言經 這個就是說你看 我們看四敏 這四敏內分成兩部 敏明和通明 什麼敏明呢 譬如說歐彌陀經 歐彌陀就是悲明 經就是通明 經通明 因為瓶目是因為 因為他這部經有一個瓶目 就是說它是譜行恨瓶 就這樣 譬如說地藏經號 它有第一名號瓶 就是瓶的意思 就是那個瓶目 這個 那這裡面呢 悲明就是說悲明 因為一部經歐彌陀就是悲明 歐彌陀就是悲明 悲明 哪一字呢你看 光無量瓦就一樣 光無量瓦佛 就是悲明的意思 那悲明這裡面呢 是我們先去 一共有大方廣佛發言 這六個字呢 我們一一解釋一下 這裡面是根據 那個主要一根據地鐵大師的那個 抗法 來解釋一下 還是呢 遲到大師的意理 那這裡面大方廣 我們看下面 大方廣先講一下 這裡面是 它這裡 如果它是有四和理的 從四項上來講 記得呢 在我們學關機的時候 方廣是哪 代表什麼 是大聖經典的北明 叫方廣 這個大就是這種 就是大 敘說 那個八地菩薩 和 以致到佛的境界的境界 就佛境界的四周 就從八地 是敘述 八地菩薩 以致成佛的境界 叫大的意思 是正面講 四項是正面講 所以什麼這個大 從四項上 就是 什麼大方廣就是 大聖經典 所以說明是大聖經典 是敘述 八地菩薩 至佛國的境界 叫大方廣的意思 就四項來講 那這裡面 我們約理上來講 約理來講 四項是大聖經典 是敘述什麼 八地菩薩 至佛國的境界 是約四項 那這裡面講 我這裡是約理來講 約哪個理呢 我們看一下 就是四杯明 四大方廣 那這行一起念 只指無人 這行一起念一下 只指無人 現前 身佛 同體之心性 這裡面 這一段話是這樣 這個 無人現前 身佛同體之心性 是約理來講 理 大方廣就是理來講 什麼約成 就是體相用 無人現前 也就是我們呢 恍惚眾生 現前 當下 就現前 現前一念心性 就是眾生和佛 同體就是 因為就是我們所謂呢 身佛同體 就是眾生和佛 是同一體性的心性 就是所謂 心佛眾生上無差別的意思 我們現前一念心性 跟佛是一樣的 就是那個佛性啊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自信律迷陀 只是我們自信律迷陀還沒開閒 變什麼 變我直 法直成功高估助是這樣而已啊 同樣都有體相用 體相都有體相用 信息都體相用意思 那怎麼樣 體一下體相用呢 我們看一下呢 看那個 今天我們看一下 我們想 我們看那個哪裡啊 體相用 這要介紹 信息都體相用 那這裡我們先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戶表 今天戶表第二頁 第二頁 我們對體相用了解一下 因為等一下要講當方廣了 我先把體相用了解一下 就是今天戶表第二頁 那個第幾行啊 第四行 體先講體一下 體先 這一行一念一下 體 金子用金子做耳環 戒指 手濁 簪子 種種的磚飾 或者是用金子做碗 做盤 還做符 這裡面體很多啦 面粉也是體啊 面粉可以做什麼 那個 那個刀子 斑頭 很多啊 麵包很多啊 對不對 那這裡我們用金子來做批 這批就是耳環 這是戒指 手濁 鑽石用的 鑽石用的東西啊 鑽石是那個髮夾 有時候古代人他用那個 固定頭髮用髮 又是鑽石的一種法式 那金子做碗 做碗筷也可以啊 這是一個體來講 那什麼像呢 這兩個一起念一下 茶斧有茶五的像 茶凡有茶碗的像 茶凡筷子 蘸子耳環戒指 形形像像 種種不同 這個大家要了解 因為像都不一樣 各有各的不相相貌 什麼要用呢 用這兩個一起念一下 金湖金杯子是喝水用的 金盤金碗是乘飯乘菜用的 至於金耳環金戒指金桌子金簪子 都專是用的 因為每一個東西都有它的用途 是這樣 這是一般的 這是一種初步的認識 對這個體相關的認識這樣 是這樣 那我們看海水畢異 海水這海水畢異 體開始念 體海水都去吸的水的像波浪 每個浪都不同 水的用能在桌也能覆桌 這是根據那個菜腦上的開始 那這裡面呢 就體相有一個了解的 那我們看一下呢 就看到講表第二頁 這裡體要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這一個概念 因為體其實很多啦 剛才用水也是可以 很多啦 很多屁異 那這裡面呢 看這個大 大方管就別是大方管 就大 這樣一起念一下 體也使法界共有之心體 法罪雖有時其體為一 就是說呢 這體就是我們 人人本聚各個部的自行迷陀 體也 那就使法界共有的心體 什麼 使法界是四聖六方法界 眾生所共有的傾靈心 這心體就是傾靈心 就所謂的自行迷陀 人人本聚各個部的自行迷陀 就是體也 但是呢 雖然有 法罪雖有 雖然有 四聖六方法界 就是有不同的差別 就是不同的境界 但是呢 它的體系都一的就是這樣 就像我們說 簡單講 金子可以做佛像 菩薩像 顏解像 聖物像 也可以做貓童尿虎 但是呢 體重上的金子都一樣 是這樣 也說呢 我們今天從 從淨土管門來講 淨土管講 《雲頭要解》裡面講 無量光明 無量壽命就是體 對不對 光明無量 就是 那光明無量啊 壽命無量就是體啊 是人人本聚各有各不武的 這是我們本職具足的 無量光明無量壽命的 就像你看 歐靡尿虎經不相 彼佛光明無量 善有雙果 無無所在 尚過後的歐靡頭 光明無量光明 什麼所以 要設立佛 彼佛壽命 其其人明 無量無邊 阿生其節故名歐靡頭 就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無量光明 無量說明 作為那個自信靡頭的體 是這樣 就從淨土管門的角度來看 是這樣看 這個 對這個體就是 就是所謂的自信靡頭 大概更就是 真如自信的意思 那這裡面看我們看 就一個概念 然後方呢是什麼意思 這個方喔 相也 我再一起訓練一下 相也 記住 妙有之福德相 智廢相 這個相也是說 無相之相 它裡面這個方 就無相之相 怎麼講 你看本日 就是說它本日記住 廟有 這個廟有 就是不可思議的境界 廟有 廟有的福德相 智廢相 就是 有些人 這個福德相智廢相 這個廟有的福德 就是所謂的福德專員 智廢專員的意思 這樣講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看 這個 我們說啊 這以前也稍微講過 就是說你這個劇足無量 無量心功德 為什麼呢 比如說觀念菩薩大悲 文師菩薩大志 普行菩薩大恨 就是這些意思 從這個 就是方的意思 就是 這些大悲大志大恨 大怨大 這都是什麼 都是福德相智慧相 這個意思在這裡 相也就是這個意思 你本日記住 這個記住 我本來就是記住 這個福德專員 智慧專員的意思 你看這個相 它是一種 專員的相 是福德專員 智慧專員 就是本來記住的 是我們本來記住的 是這樣 只是 為 佛是已經開演出來的 但是黃黃還沒開演是這樣 也在這裡 那什麼廣 廣 這行一起唸一下 用也 人生一切世間 處世間 善因果 這裡面是怎麼講呢 人生一切世間 處世間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 因為你能夠 因為透過文師修 文師修 文師的心情 能夠一解其心 所以知道 一發起大意 發起四弄試驗 四弄試驗 上次我們講過 就是說今天啊 要什麼 你要知道 一天要念什麼 隨處無我的智慧 來修起喪法 是這樣 而且要發起發驗 所謂發起驗力 就發起送試驗 上次我們講過 你今天要學佛 要講 發驗 發信很重要 對不對 因為你這個 這個 剛才有講過 就你 你如果 你如果 忘思菩提心 雖然修了 布施慈戒 那是什麼 有漏法 都是根本 跟這個 魔王 造成 造成魔業而已 還是三界輪迴而已 所以 這菩提心是一種 悲至雙音的心 悲至雙音的心 所以一定要 所以不能萬思菩提心 所以你要發驗 所以今天說文師兄 我發驗 用到就是你能夠發驗 休止什麼 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是這樣 然後漸漸的不斷休止 開顯 我們本有清新 就像你開顯 慢慢把這個自信律頭顯現出來 是這樣 自然能夠任意的 休止 能夠任意的 就是你不斷的開顯的時候 譬如說往生即日世界 這時候 任意的 形成總統的妙用 是這個意思 人生一切是因為你 成就順道的時候 才能夠形成總統的妙用 譬如說好了 妙用什麼要用 就是 觀世音不法三十二印 釋迦摩利佛的 清白於佛神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 這個用就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因為你有形成這個 用 是因為你有種種的自費 慈悲 才能夠呈現這個妙用 所以四十三的因果就是這個意思 那請大家看一下 這裡 這個大方廣這個提相用 是從哪裡來的呢 就是請大家看一下今天附表 第三頁 第三頁 第三頁這裡面看一下 就是根據這個提相用的這段話來的 他一般是用這段話來說明這提相用的 初遂提相用裡面 初遂提相用裡面 初遂那個大聖奇論這段話 我想從我們看 提相用的初遂 隔壁這樣一起念 從第一行一念 念到最後一行 你說一年份 四說利益份 魔和因則總說有二種 迎而為二 一則法 二則意 所言法者為眾生心 世心則是一切事間處事間法 意此心顯示魔和眼意 何以故 世心真如相 即是魔眼底故 世心生命因而相 能是魔眼自體相用故 所言意則 一則則有三種 迎而為三 一則體大 為一切法 正如平等 不增簡故 二則相大 為如來賬 記之無量 信公德故 三則用大 人生一切事間處事間 善因果故 一切諸我本所成故 一切諸我本所成故 一切皆成之法到如來地故 這段話 那下面是 那一行是 我是佳德 因為那時候我是聽我們那個唱功師傅的解釋 是這樣 那這裡面 這裡面 他因為 齊律分的五分 這段話是二分 那個時候唱功師傅我們要背起來 所以很重要 魔和眼就是大聖的意思 魔和眼就是大聖的意思 魔和眼大聖 大聖法 大聖法 大聖的意思 魔和眼就是大聖的意思 那這裡大聖 魔和眼 那這裡面有 總修奧長 什麼法 他講得很簡單 那下面的解釋 我們看他 第四、第幾行 第三行 所謂法者衛重心 法者 什麼叫法 法就是因年所存法的意思 因年所存法就是重心的意思 這偶一大師在大聖奇心 內晚書有這麼解釋 法就是因年所存法 這內心的因年 成就什麼 死法界的藍基因果 因為重心怎麼講呢 因為 一列的謎佛 就是第六是一列的謎佛 就是怎樣 顯現什麼 六五法界 一列的悟 就看你修學的差別 就是赤聖法界是這樣 所以中文心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意思在這裡 就是中文心 完全在我們正念心 內心的因年是這樣 那正念心呢 社一切 就是說什麼信 就是中文心 社一切 世間法、初世間法 或者世間法 就是因年的謎佛 就世間法 因年的悟 就初世間法 就世間法界 是這個意思 因為體系 意義子心 形式謎余願意 這謎願意就是大聖的意義 就是說能夠就是 世間法、世間法的意義 把這個大聖的法 全部涵蓋這裏 就意義這個中文心 因為中文心就是 因年所存法的含義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會什麼呢 會故 世音正如相 怎麼講呢 即是摩陰的故 怎樣講 就是說你 這句話是一列水遠不變來講 就是你本身啊 透過文師修的修學 文師修的薰學 這個世心就是中文心 那你為什麼能夠 世音正如相 怎麼樣 為什麼能夠誤到正如相 是因為你不斷的文師修 這個正如相 這個意思說你要 具有 這裡面是這樣講好了 你透過正如相 你隨便不變 即是摩陰的意思呢 我講個例子好了 我們說依經做氣啊 依經這個做什麼 剛才講佛像 菩薩像 顏結像 聖明像 來自什麼呢 馬桶尿福對不對 依經做氣 所以不變 氣氣皆經什麼意思 就是 氣氣皆經 雖然是佛像 中原的佛像 菩薩像 乃至呢 那個 馬桶那種悲哩的境界 馬桶尿福 就是三道道境界 但是呢 你現在 氣氣皆經 為什麼 因為你能有人觀的智慧 當你有 具有什麼 一心三觀的智慧的時候 就看到什麼 從這個相貌你就看到什麼 看到體了 是這樣 看到什麼體 金子的體 就看到什麼 自行迷陀是這樣 所以事情是因為你有這個 不大的文師修 有這個能觀的智慧 有一心三觀的智慧 才看到什麼 那種自行迷陀的心 正如體是這樣 依在這裡 是這個依在這裡 那事情是即是摩陰的故 是因為你雖然不變的時候 能夠看到那個體 也雖然不變的時候 即是摩陰的故 其實摩陰的故 是這樣 那世心這個 所以他所謂的顯示 摩陰的故 那這裡面我們是體會佛法 雖然這麼講 我們體會一下 雖然我還沒證悟到 但是我從體 慢慢體會到 就是我也是一樣 今天我好了 我以自成心經念佛的時候 也是這樣 所謂的脫皮靈套 顯我自心 就顯示文 把我們這個自性的謎頭顯現出來 雖然我還沒 我還沒看 但我了解了 脫皮靈套 就把這個自性的謎頭顯現出來 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即是摩陰的故 這個含義 第二個我們看 那世心這麼一項 但我不變所眼的時候 世心這麼一項 意思是怎樣 你不變所眼的時候 人是摩陰自情相故 這裡面是這樣講 就是剛才說 依靜作氣 就是依靜作氣 這個精子可以做什麼 佛相 菩薩相 你不變所眼來講 所有人的實驗 摩陰自情相 體相用故 體相用故 你完全在我們 體相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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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在我們 體相用故 體相用是這樣 慢慢體會到 完全在我們 人是這個大聖法裡面 體相用故 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講呢 大家有一個概念 先個概念就好了 所以說 因為正如相 就是用 當你適用歸體 就所謂的 所謂不變的時候 身邊印象 不變所以來講 是這麼解釋 這麼提 了解一下 那這裡面 就要用所謂意者 最後三種 其實要講到重點 因為法者是比較 它是簡單的 這時候我們要 更深入一層 要了解上義理 什麼意思呢 體相用 什麼體大 什麼體大 就是所謂的 大方廣 大方廣就體大 大神就體大 會什麼意思呢 這體大就是什麼 為一切法 真如平的不 一切法就是什麼 這一切法叫始法界的南京國 始法界 他的什麼 他的真 就是始法界 他的真如 他的真如 他的新的真如 是平等的 是不正簡的 是平等 是不二的境界 沒有差別性 沒有什麼 就是說 凡聖是沒有差別的 而且沒有增加 沒有減少 怎麼講呢 始法界的真如 因為一切法 就是始法界的真如 但是沒有差別的 而且沒有增加沒有減少 你想想看 佛 你成佛的話 你用 我剛才說必義 一進做氣 氣一皆經 你看成佛的時候 你這個精子有沒有增加 也沒有增加 也沒有增加 乃之呢 你到山勒道的時候 你這個馬桶尿糊 這個精子 也是100%的精子 也沒有減少 就是意思說 這個體大 這個體啊 這個精子的體 這個體 墮落到上山勒道的時候 也不會減少 不會因為 這個迷南的因緣 而有所減少 是這樣 這個體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不會增加減少 比如說 比如說 好了 上次我們講過 冰和水 水和冰 雖有不同的差別 水就是佛的境界 冰的也就是防護境界 雖然水和冰不同 但是他們體上 都是私性 都體又私性的 所以沒有差別性 是這樣的意思 那向大 現在講向大 這個概念 就提大 就是指 這個體就是自信迷途來講 自信迷途的提大 不會 不會 因為境界不同 而有所差別 是這樣 而有所減少 增加 向大 說為了讓 這個如來仗 什麼叫如來仗 就是 真乳 藏在眾生心中 就是自信迷途 我們這裡 自信迷途 藏在什麼 眾生的心中 就是這意思 如來仗 如來仗 真乳自信 藏在眾生心中 叫如來仗 他本身記主 無量性功德故 記主無量性 本身記主 本來就記什麼 什麼無量性功德故 大悲 大慈 我成功觀念菩薩大悲 文書法大慈 就是無量性功德 是這個意思 無量性功德故 用大呢 這用大什麼意思呢 這用大就是大聖的那個 這用大就是大聖的用 怎麼講 就是你透過文師修 文師修的訓習 一念的物 發驗了 發驗 發大試驗 發四龍試驗 修無修實 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然後漸漸的 成就什麼 勝到了 正德什麼 法生了 康蓋子 正德我空的法生 正德我空法空的法生 是怎樣 成就勝到了 這時候他能夠任意 從空出 從空出夾 所謂呢 我剛才說 觀念菩薩三則印 釋迦牧的千百貫就是這個意思 才能夠 就是三天三天貫 叫世界人三天果故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面會怎麼樣 就是這個體相用 這個我現在是簡單講一下 類似講一下 這用 體相用很重要 這個用呢 今天呢 他怎麼樣 你看最後講好了 一切諸佛本首存故 一切菩薩 皆神出法道路位故 一切諸佛 就十萬諸佛 他之所以成果的是 一體胸用來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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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 然後一切菩薩呢 也是藉由這個 藉由這個體相用 也是一體胸用來造體 一切菩薩 從十心位 十柱 十行 十位相 十地 也是一體胸用來造體 就是這樣 藉由這個法 體相用三大 一體用來造體 來成就什麼 佛羅基 佛上鋪體的是這樣 這裡面是一個對的體相用 一個認識的這樣 簡單講 知道簡單 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那這裡有沒有了解到 一體胸用來造體 今天我們要了解 今天我學這個大方廣 這個體用 體相用來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像就是體的意思 因為他本身具足無量功德 是這樣 就把體相分成一個體 你要先講一體用 一體相而起用就好了 就了解 今天怎麼講呢 我怎麼用 拜佛念佛 詞介 佛虛 總統上法都是用 是這樣 那這我們看一下 請大家看到今天的 副表第四頁 副表第四頁看一下 只要一體胸 我們要了解一下 什麼一體胸用來造體 題啦 那這裡面看一下 這兩行 我想 第一行一起唸一下 唸一體用 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唸唸隨術真如來修持一切善佛 隨順真如的意思呢 就是結成盡盡的心 這隨順真如的意思 什麼意思呢 隨順真如的意思 就是說 他能夠唸之在之 唸唸隨順真如的不簡單 能夠唸唸跟這個自行沒有相應 這不簡單 我這裡面呢 就是你看這切實不簡單 來修持什麼 忠上法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譬如說 就是 這上法什麼 就是六多汪恨 六多汪恨 從布施時階 乃至我們敬禍不散 你的拜佛 落佛 敬坐念佛 都是上法 這樣 那這兩行 然後第二第三行一起唸一下 如平常早課網課 念佛 詞做讀誦 經典聽講佛法 都是依則俱成肯切 安定清淨的本體啟用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接著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參功師傅的開示 一共四行這一集唸一下 念佛的人 怎麼禪盡酸修呢 就是在本來無一處 舉心念佛 絕成靜靜念佛 在不失善不失惡的時候 舉心念佛 也是絕成靜靜 妙妙妙妙妙 再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三心了不可得促 舉心念佛 這是禪盡酸修 對不起 對不起 少一個修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心弱掉 對不起 那個 這裡面是這樣講 這就是說 它裡面講的三個地方 就是說什麼叫禪盡酸修 這個禪就是這種波羅智慧 這禪波羅就是我們要依這個體來講 匪依這個體 這個本來無一處 什麼意思呢 平常 才能體會到 你剛開始要體會到 一切有違法 如夢夢泡影 體會到 平常要體會到 何其之性 本質清淨 何其之性 本質濟俗 就是這個本來無一處 就是這個意思 那你體會這個 這個講 非常像整個慘的 就是一種波羅智慧 因為當你體會的時候 結果都不容易撐起妄想雜念了 為什麼 因為你體會的時候 就是用第六四 因為在想 你體會這個 一切有違法 如夢夢泡影 還是你 一切本來是清淨的 本來無一無 本來是清淨的 這時候你虛擬第八四 第八四又形成什麼 清淨的見出來 就是這樣意思 所以本來無一是 因為你平常有 熏許的 有聞思修 知道 一切本來是清淨的 就像夢夢夢泡影一樣 因為這個體 本來無就是你 你心中 你這個體 就像心中的明亮的鏡子一樣 你看到的都是 靜中相一樣 都夢夢泡影 本來無就是因為 你平常有準備好 是這樣的意思 你不是說 就是平常我內心有體會到的 一切有違法 如夢 所以我這個本來無語的 本來無語就像鏡子一樣 看到就是夢夢泡影 就是靜中相而已 心中的影相而已 所以你不會練心成艾造型 就是意思在這裡 所以才能夠 舉心念佛的時候 你舉心念佛的時候 能夠才能節省靜 才能節省靜 是這樣 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本來無語是一種 慘的意思 因為我念念 跟波羅智慧相應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這裡叫你心情 因為你心情第八四的時候 就是能夠不要色心 是這樣 因為這是平常要體會到了 然後才能夠 節省靜靜的念佛 是這樣 你也不妄想了 那第二個呢 在第二詞 不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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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 我不失散 散散到 不失散 我不失散 散二道 就是我不照做有肉的三頁 也不照做有肉的二頁 你平常就準備好了 就是你整天在準備出來 我今天是以無我的心 無我的心來修以善法 就這樣 因為施善是因為有我心 雖然你造善法是講 由我的心去造作善業 得善可樂果報 那你造作惡事 造作惡業 得到不可樂 那我這裡不施善 我內心 內心是誰是無我的心 因為他知道善惡的都是 因爲所生法是這樣 所以不施善不是惡是這樣 我念念誰是無我的心 無常無我的心 那內心呢 己心念佛 念自己法 也是節省靜靜 自己法妙妙妙 是這個意思 不可思議 就這樣 然後第二個 第三個情況是 了知什麼 三心了不可得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未來心不可得 這怎麼提味道呢 譬如說好了 我們吃飯的時候 中午吃飯的時候 看待在色香味俱全 但吃飽完到怎樣 就是那種色香味的感受 慢慢大膜消失了 對不對 譬如說酸辣湯最明顯的 酸辣湯 吃的時候又酸又辣 對不對 吃飽完後這樣 吃飽完後這樣 那種辣酸了 也不感覺酸了 不感覺辣了 為什麼 感受呢 消失掉了 就這樣 這樣不可得就是這個意思 你平常要體會到 平常心就這樣 就是你了不可的心 知道我心 所以這時候不容易什麼 哪妄想 是這樣 這個平常要準備好 知道嗎 平常要準備好 不是說念佛在想那些事情 你平常要知道 心是不可得的 就是把靜剛靜在 過激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為了心不可得 這無常的心 這心是無常的 這時候你體會到 所以當你 我忘了 你知道 因為這個準備的時候 虛擬第八四 那些妄想雜念的 環腦總是不敢現行的 跟你講 平常有準備好 所以你能夠以這些三心了不可得的心來 念佛的時候 就不用色心專注了 念佛就是傳心專注的這個意思 這個意思在這裡 那我們看 這個就是一體中的意思 那接著用來造體 這樣一起念一下 這樣 在修此一介上馬中 念念觀照那念不生不可得的心 不可得的心 就結成經驗的心 就是修上來觀照 用來造體 就是你在拜佛的時候 念佛的時候 觀照這念心 我今天拜佛老師 不是為敏為立 也是為得讓人家恭敬 就是這個意思 常常觀照一下 這不生不可得的心就是 就是 什麼不生不可得的心 就是自行迷陀 自行迷陀的意思 那這裡面呢 我稍微講一個故事 講一個典故 了解一下 這個不生不可得的心 就是在古代 這個餐中一個公案 有位洞三餐師 他想要去拜一件位 新品和尚 長老 這個老和尚 新品長老 他這個長老 這位心品和尚 是有 有地位的大餐師 有生物地位的餐師 那又是動物餐師 那想要去那邊餐學 他說這個餐師 這個動物餐師也是了不起 但是也是要去餐學 像這位和尚 餐學 學習 他去的時候呢 就像這位長老叮禮的時候呢 像叮禮的時候 這位和尚 就心品和尚就怎樣 莫禮老朽 不要禮拜我這個 又老又朽 朽又敗壞的身體 就是這樣 莫禮老朽 為什麼 這個老朽真是臭屁郎 怎麼禮拜我呢 我這個臭屁郎的身體 對不對 你看佛儀教經怎麼講 佛儀教經佛羅是怎樣 此事 殷舍之身 罪惡之物 賈眉為生 莫再老並盛大海 佛羅就這麼講 這尚要捨棄的 所以這位好上說 莫禮老朽 我這些又老 又臭的臭屁郎 你怎麼禮拜我這個臭屁郎呢 老朽 那個朽木不可了解 那個老朽的朽啊 又老 又朽 又老 又太敗壞的那個射身 就臭屁郎 怎麼禮拜我這個臭屁郎呢 怎麼禮拜我這時候呢 洞山師怎麼回答 你知道 你非老朽也 你非 我今天禮拜不是你禮拜 你這個臭屁郎的射身 這個老朽的射身 我禮拜的不是禮拜你這個 又臭又老的 朽壞的射身 怎麼意思 我頂你那念不生不昧的臭屁郎 就是這樣 莫禮 我禮非老朽 我禮拜的不是你那個 你這個 又老又臭的射 外表的射身 我是禮拜的 你那念不生不昧的臭屁郎 是這樣也在這裡 也在這裡 所以 這裡面 表示說這位洞山 這個洞山是怎樣 有觀照之樂 那念什麼 跟菠蘿之惠 菠蘿之惠呢 這個什麼 有菠蘿之惠相應 所以這個意思在這裡 用來造底 就是你要念念觀照 那你不生不昧 就是你要念念 念之在之 今天我們拜佛一樣 要觀照 那念自行密度的意思 就像這位洞山山師一樣 我禮佛 我今天拜這個 我拜這個 你拜出去好 你禮佛好了 你看到出去 禮拜的時候 禮拜的時候 我是禮拜的 那念 不生不昧的佛心 不生不昧的自行不昧 不是 我禮拜這個 這些 又老又小的臭屁郎 所以一直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念念什麼 跟自行密度的相應是一直在這裡 所以這個洞山山是有這個 和新密度的公案 這個慘重的公案裡面的 這個意思 就是說 你要 這個意思 你要常常念之在之 我們看一下 再回到看 那就是倒數第三行 如平常早課 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如平常早課網課念佛慈奏 你要常度 讀送經典 都是在關這個題 以至於在命 忠實還能保持這個題 就能夠了脫生死 其有阿彌陀佛 現前來接應我 這 意思在這裡 日常 我們就是平常要念之在之 就是觀眾 對 字行密度 你人人本氣一個個不 Dar 就這樣 就是你平常要念之在之 就像你剛才那個洞山車也是這樣 那常眾人他是怎樣? 那關照力非常強 那關照平常一分之波的其關照波的就這樣 今天你看 今天你要常常念念就是用還造題 用就是我在拜佛的時候 關照我正念心 關照我正念心 我是不是怎樣? 是為了明還是為了利 我今天要關照就是用還造題啊 用就是你拜佛的時候 關照正念心 自行密度的體是這樣 這人家常常提示自己 一體用 用還造題 因為為什麼呢? 這是十萬自我 自我成果的 他就用還造題的 乃至一切菩薩也是這樣 從十星位到十地等級都菩薩都是這樣 也是一體用 用還造題的成就佛 成就什麼?成就佛果果的是這樣 那這裡面你們看一下 看到那個第四頁 那個哪裡啊 第四頁的 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 一起念一下 世間辦事乃至世隆工商都需要體相用 體就自成心啊 就是這個 我是這個 這個師傅這個常 體有時候那個自成心 就自成功一心 那個心很重要 這個就是說你今天成功立大 一定這樣 體相用 就這樣 那今天這個體相用 這個用啊 這個用 那你要今天這個用就是這種 表現出來一種 你今天我說布施 慈戒 忍律 都是 中途都是用 那問題在你的體就要 以自心密頭的心 就是要練自成心來用 就是說今天啊 你用世間好了 來一個國家 政府啊 對不對 來一個城市 所長都要依 依這個一體學用 用還造題 這樣是這樣的 大概這個厲害 就是說你今天我做這個事情 不要 因為你用還造題 就這樣 不是為了明 也不是為了不簡單 其實要昌關照一下 今天我拜佛 我是為了什麼 應該不是為了什麼 不是為明 是為了完成極樂世界 就這樣 提醒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乃至你今天好 布施好了 慈禁啊 不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什麼 自利益他 這種表現的大悲心啊 對不對 不是為了什麼 為了得到利益啊 對不對 我今天好了 我今天布施慈禧 不是這樣 不是為了得到 未來可樂果報 也不是為了得到 信是可樂果報 是這樣 因為你這樣 就這樣 和知識秘密度相應的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因為用還造題 有時候你布施 今天得到 你也不 不是為了明啊 大家好 我是大善人 不是這個意思 你要常常用還造題 觀照一下 很重要 因為知識秘密度的心善 它是不為以不為利的 是在親近的境界 是這樣 是無我 無我所的境界 那這樣我們看一下 再看哪裡呢 回到江表 大家了解 把這個體相用 這個了解一下 這個體相用 概念 一個概念就好了 接著我們看一下 這個 我們再唸一看 在佛 那個佛法演 這個 是佛法演 這個呢 這一行 我們看一下 這第二頁 就是江表第二頁 到處第一項 國也 這個國也一起唸 國也 犯理佛陀也 此番 絕者未至絕 絕他絕行圓滿 這裡面呢 我們稍微講一下就好了 這佛就是佛果 就是所謂無上菩提 這你們要知道呢 這是我們究竟的境界 就是修行究竟的境界 就是佛果也 這裡面呢 中文分成絕者 什麼絕者 比如說 有時候分成 有時候始絕 本絕 究竟絕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簡單說 自覺加覺醒人 什麼叫自覺 這自覺就是這樣好了 我這以前稍微講過了 我稍微講的是一樣 什麼自覺呢 自己能夠覺悟 所以呢 這個 大學之道在 明明德 就是意思 之前在明明德 意思 什麼自覺 就能夠發起 覺悟的智慧 自己能夠發起 這怎麼要講呢 就是剛才我也講過了 就是說你本身有 五波來講的 他本身自覺是因為 透過文思修的訊息 文思修的訊息 一類的物 譬如說好了 他知道了解 一文之波樂 因為他文思修 一解解形 字解一定一解解形 他不是說只有理解而已 他是有解形而已 有解有形 所謂的一文之波樂 起觀照波樂 文之波樂就是解 他提味道一切法 文之波樂 這經論就是文之波樂 來自佛陀所說 主師佛陀所說的 都法語都是文之波樂 一文之波樂 起觀照波樂 一解解形 觀照什麼 觀照什麼 觀照禁戒 什麼禁戒 一年所送法 眼前的禁戒 對不對 剛才講過 今天我們在這個世界 在這個社會國家 本來是我們這個講堂 也是一年所送法 還是在這個城市 一年所送法 這是眼前的禁戒 是一年所送法的禁戒 那我了解到它 剛開始了解 怎麼了解 因為這所送法 比如說我們這個正報的身心 一報的禁戒 都是所送法 它是業力在給變的 這個要簡單 要了解 一年的所送法的意思是 俗地理 然後還在這個所送法 所以一年在變化 叫什麼 是一種真地理 什麼要講 一年星空 一年所送法 是所以一年在變化的 是這樣 所以代表 剛開始我們認識這樣 它是無常的 它是無我的 要了解這個利益 為什麼呢 就像我 我這個所送法 比如說我們這個社身 對不對 比如說我拜佛了 剛才我念佛了 你念一句語名號 還是念十句 這時候你身心會變化 為什麼 因為第一八字會變性果報 對不對 上次我們講過 遜心吃種更生心 就是第一八字的功用 對不對 遜心許 遜那個業力的心習 因為你今天拜佛 念佛 就是這種清淨的業力 去第一八字 第一八字 你種子保留下來 它就變成果報了 變成果報 讓你這個社身就變化了 比如說你拜一句 比如說拜的南無歐明 拜第一拜 這時候你訓習第八字 第八字又變性果報 變什麼果報 讓你身心又變成這樣 增長福德之良 消費障 政府委員 第一次 然後到拜第二拜的時候 又增長了 無量的功德 就是這樣第二次 就這樣 所以你要了解到這個 身心的變化就是這樣 就是無常無我的 是這樣 雖然是守送法 是屬立 但是它隨著 業力因緣在變化 什麼業力呢 你今天拜佛 念佛是 親戚的越變化是這樣 就是這樣了解到 你就要了解這個意思 然後越拜越多 越變化越更多 是這樣 親戚越來越變化 所以今天我要 身體又變化是這樣 那接著 它是無常無我的 就是真理的意思 剛開始要了解這個自覺 這個自覺的意思 因為對英年守送法 了解它是無常無我的 你覺得英年守送法是什麼 俗地理 其實英年守送法是英國的意思 自覺本身要了解 所以自覺是表現 你不同於黃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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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同於黃無眾生 是這樣 所以剛開始對於 無常 因為無常是苦 無常是苦 無常是苦 無常是無我 無常是了解空 因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守送法 所以業力因緣在變化 無常無我的是這樣 所以自覺的意思 這個自覺 就是剛才我們講過 英年守送法 這個計畫很重要 就是我今天 我面對這個境界 就是我們說武漢肺炎的境界 是英年守送法 這也是英年守送法 守送法就是武漢肺炎對不對 我今天改變它 改變內心的業力 就這樣 你要自覺 你要本身要了解 要盤盤盤 覺悟 就是你盤盤要關照 我怎麼改變這個業力 我怎麼改變這個 因為我怎麼改變 就靠白面內心的業力 就是白面內心的業力 就是白面內心的業力 都擺我求創違 就是自覺的意思 剛開始就認識一下 我講到這個 剛開始我們自覺 就是無常苦空無我 見見得了解到 一切有違法 如漢肺炎 見得了解到 見得了解到 雖然一切法是不可得進 但是慢慢體會到 它是正如的境界 就是這樣 雖然一切法 剛才說英年守送法是俗地儀對不對 但是呢 英年是信空 是正地理 慢慢的從 這個信空的正地理 慢慢的體會到 十相波樂 是這樣 怎麼誤到 一切法都不太 正念現前英年信性的 是這樣 是慢慢體會到的 是這樣了解到的 自覺這個含義 是這個意思 那現在等一下 我想大概先講 我們先下課 請大家 放開講表 第二頁 講表第二頁 那剛才講到這個佛呢 它具有什麼 自覺 覺它 覺醒圓滿的含義 剛才說自覺 剛才我是簡單講而已 這個自覺呢 就算它能夠 藉由文思修的勳許 一念的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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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能夠解形並重 依解其形 就算能夠依文字波樂 這個解的文字波樂 起形 起觀照波樂 觀到什麼 觀到眼睛的境界 什麼境界 依你的手送法就是俗地理 依你的手送法就是俗地理 然後它具有什麼 一念信空的正地理 那剛開始我們怎麼了解呢 一念信空 正地理怎麼樣 這個手送法 正報的身心 依報的境界 都是 一念的一念在結定的 我說怎麼講 我們的生老病實 一報的境界 天 那個 層次外空 都一念的一念在結定的 你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一念的手送法 自覺的意思 你要常常體肺 對呀 不斷熏許 我今天為什麼會生病 為什麼會健康 業力在結定的 乃至我死啊 都是業力在結定的 不是我今天 我說我死了 不是我決定的 是業力在結定的 所以你要了解到 那我怎麼改變 你要怎麼能夠 我們都 每個人都想 禮苦得樂 那怎樣 都拜我求唱 對不對 藉由親近的業力 什麼親近的業力 就是念佛 拜佛念佛 自來上文集的世界 才能離苦得樂 是這樣 所以自己有這個含義 剛開始呢 我們也提不到 這個都是業力在 這個收服世界是業力在結定的 所以我們要不斷地 從來的熏許貨化 創造成親近的業力 因為我們無量劫來 這個內心有那種 雜欄的種子啊 就人家不斷地要破損 親近的業力 熏許貨化 讓這個雜欄的業力 不顯現 自然不會感染什麼 什麼這個 這個武漢會 乃至什麼肝癌 什麼癌都不會了 是這樣 不斷地求愛悵好心 不但你要體會到 境界波禄就這樣 因為境界波禄 這境界是隨陰年在變化的 對不對 陰年所生法是什麼 俗地理 但是守生法 這守生法的正暴身心 是隨著陰年 什麼陰年 夜的陰年 內心的陰年在變化的 要是屬地理 就真地理 所以陰年信空就這個意思 像信空 因為守生法隨陰年在變化 就陰年信空的意思 是無常的 是這樣 它不是真實的 對不對 乃至我現在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過 你透過不斷的熏許佛法 身心就變化了 切實了 不斷的變化 變化太很多 因為你不斷的熏許佛法是這樣 溫思修而心喜很重要 就這樣 你要開始慢慢了解 苦空無常無我道理 乃至體會到一切有違法 如夢和泡尾的道理 乃至了解到 從陰年信空的正地理 陰年守空的屬地 切實不抵抗我們的 陰年信 什麼 就被你看我們 自行兵頭 那誤正道什麼 十項剝勒了 這時候你能從實驗佛法來看 一體其用 修學了什麼 種種的上法 從五戒十三 乃至什麼 六都彎 五戒十三 六都彎十三 就用 一體其用 用來造體 就這樣 字解的意思就是一體用 用來造體 是怎樣 這意思 那什麼叫絕他 這一體其用 就把你誤解的理 就一體用 用來造體的理 那這樣 叫我他人 令他人這樣 也是能夠一體其用 用來造體 就是絕他的意思 就 絕他是立他的意思 說字解是不同於華文 絕他是不同於二聖 一體用 用來造體的意思 那絕形圓滿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的行持 絕他的行持 能夠達到圓滿境界 這不同於 不同於菩薩 菩薩他 自解 他不到還沒圓滿 你自己的行持 絕他的行持 圓滿就是佛了 菩薩還沒圓滿 絕他是不同於二聖 二聖他 自理為主 自理為主 所以絕他是不同於二聖 就是剛才講過這體相用 是一種絕悟的境界 這裡面是要講一個故事 對這個體相用 再講一下 自覺的 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故事是聽唱功書講 唱功蔡英老師講過的故事 我們知道這個韓 我們知道這個 這誰啊 唐聳巴拉家 韓裕最有名的 對不對 韓裕這位文人不簡單 你看那個古文官子 寫了很多文章 寫得非常好 你看他有一次被扁到 潮桌當刺死了 潮桌裡面 因為他像唐獻宗 拜什麼佛谷 拜什麼設立 他批判佛教 這個他因為他本身無論人 但是呢 說被凡帝的扁到 潮桌被當刺死 那有一句話說 他寫一封操桌九中間 細扁操桌路八千 那到操桌後呢 這個他是一個文人 但是他也是一個思想家 你看那文章寫得非常好 他提味到佛法 確實他知道佛法好 佛法也是好的地方 他提味到佛法 那這個人也是有思想 思想家 感覺也不錯 他就想要請教這當地的高僧大德 看到當地附近有一位高僧長 大殿禪師 就找他 就說他去拜訪這位禪師 他就跟他講說 這個弟子這個刺死很忙 忙著的政治 軍事 種種事物太多了 怎麼有時間那個閉關修行呢 打佛氣也不可能 打禪氣也根本不可能 太忙了 天天忙 怎麼辦呢 這個禪師才怎樣 坐在那邊了 兩久不動 好像錄定一樣 錄什麼 錄不思議 就怎麼樣 不思議削弱境界一樣 錄到那個境界 錄定一樣 都不講話 都沒講過一句話 都在錄定一樣 只會默然而坐 坐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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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靜 這時候呢 韓力也看一看 鄧姐眼睛是怎麼回事呢 他就念心 這時候呢 這個禪師 旁邊也會試者 這試者呢 就怎樣 他看韓力也這樣 不瞭解意思 就怎樣 他試者怎樣 就拿起那個參半 他在旁邊有一座 那個禪的座椅 禪船 打了三下 這時候韓力也是真不簡單 他看到從這個視者 因為這個視者也是出家人 從這個視者身內 得到一些消息了 什麼消息 就說他打了 叫你要依體其用 所以說你今天雖然是一個 雖然很忙當自使的 但是呢 你今天把很鎮定 依這個 就是剛才依體其用 能夠以那個自使的心很鎮定的話 把操都治理好的話 就無量功德的意思 就拍一次過一次 假如說你內心如果說一種求敏求力的話 害得太極的話 那不是依體其用 那不是奔體 那是依無敏才起作用的 你這今天也是為了 你今天依這個自成心 你如果能夠利他 能夠想像你起慈悲心 因為你要去利他的話 用慈悲才會利他 所以這時候你用依體去用 那些很鎮定 就是保持那個自成心的時候 來治理這個潮桌的事物 辦得好 做得好的話 那是依體用 也是有無量的功德 就是無量的功德 確實 就是因為你在治理這些事情 用 用就不能夠開顯的 種種的功德出來 成就什麼 種種的善因果 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是這樣講 我們參國師長這樣講 這個侍者他打了三下 用殘伴打了那個殘船 打 啪啪啪 三下是 那是種體上的象 體象用的象 就體象一樣 這個體象就有作用了 然後大殿禪師後來 坐在那邊 涼久 那個涼久都不動 坐了很久都不動 默然而住 為什麼呢 也是一種體象 那類似的就是路易斯 我剛剛說路易斯 不思議系統境界 就是那類似的 安主在是體上這樣 就是你要 意思說你要 提示我們要 內念什麼 跟要用還造體的意思 灌造內念 真理清靈性的意思 他講了什麼 就提上了像 所以含義 經由這個四者的敲散下 平常要一一題其用 用還造體的意思 有這個含義 有這個典故 這樣 我們回到這個講表 這裡面就把佛的含義 自覺不同於完乳 覺他不同於二聖的聖人 覺心不同於菩薩的境界 我講過了 就佛的意思在這裡 那我就來看 發言經 這發 佛法言 第三頁 這樣發因也 從因也一起唸 因也以從欲得名 通人通法 約人及普賢菩薩 約法及普賢薩恨願 因是不是 就因地的修持 發 就因發 這個發 因為就是所謂的 一般講是菩薩的六度望恨 菩薩的六度望恨 我說因地的修持就是這樣 就是菩薩的六度望恨 因為六度望恨是能鑽你的修得 六度望恨就修得 因為陰能感果 感到這個 那個果 花是陰 陰地發 感果 感果是這樣 感到無上普提的果是這樣 陰發 所以叫發也 所以人感到果報就叫 物言如發也 叫發也 發是因 感果嘛 發人開果 開發結果是這樣 開發結果 有發才有果 陰地的發才有感到那個 那個果實啦 果 感果是這樣 就所謂陰六度望恨 一般講是六度望恨就是 就是那個陰發也 發 陰也 以從益得名 因為順以這個 因為等於發益 益這個發 你有這個發能夠結果 有結果就表現能稱佛意思 從益得名 就陰發 等於開 從益得名是這樣 通人通法 人是約什麼 因為這個人是約什麼 人修持的人 就是普行菩薩 這因為普行法能夠陰地修持 這個六度望恨 修持什麼 普行世大恨 法是法 這裡面一樣 普行世大恨宴 所以陰地修持這個普行世大恨宴 是這樣 所修的法 法是所修的法 人是能修的人 就是普行菩薩 就是陰地的修持 陰地修持這個普行世大恨宴 就能成就佛果式的意思在這裡 叫陰發也 那什麼眼呢 這眼呢 這兩個一起唸一下 總相也 此言之是因果總相 因修六萬恨而能言 果章眾得為所言 能言所言皆云言也 總相也就是包含著因果的意思 總相是因果的總相 因果的總相也 也是包含就是整個因果的總相 就是包含因和果 因地的修持 就是果德 還有那個無尚普遺的果德 所以什麼 它下面講 非常是因果的總相 因因地修持什麼 六度望恨 為能尊嚴 這修德啊 能修德啊 然後當你果報 這果報彰顯的時候 那個眾得為所言 因爲你果報彰顯的就是你這無尚普遺 能夠顯現出來 因爲你不斷因地的修持 藉由這個修德的六萬不斷的修持 到你一年圓滿的時候 果德就顯現出來的 什麼 果章什麼 章就顯現的意思 顯現眾得 什麼眾得 就所謂 簡單講的是 福德的專員 智廢的專員 就顯現出來的 是這樣 但是我們要講 眾得什麼 一般講 觀勳法大悲 魂師菩薩大志 普行菩薩大恨 地藏菩薩大怨 彌樂菩薩大慈 這是眾多的功德就顯現出來的 是這樣 是因爲你無尚普遺 尊嚴 無尚普遺就功德 是為所鑽嚴 境界 是這樣 那眾得 我們這樣顯現簡單講 是福德和智慧的功德 因爲能言所言都是皆淫也 因爲的能言所言的果德 都是叫淫也 淫也是這樣 因爲就是用因爲 就是用因爲專員佛的果德 是這樣 因爲專員佛的果德 叫淫也 這我們講過了 這我們看金字 這金字你看下來 你有沒有 貫穿攝齒的意思 對 攝化的意思 貫穿攝化或攝齒的意思都一樣 後來貫穿 這個是這樣 因爲這個金 能夠把佛的經年義語 我說金口就是佛 金口就是 把佛的經年義語穿成一條線 自私之中就這樣 這個是貫穿的意思 從頭 自從頭到尾 是意思 那什麼攝齒呢 它說攝化 就是能夠把眾生 把人把九法界眾生 攝露在一起 那攝受什麼 還是五逆攝的眾生 就像我們看到佛的攝受什麼 下筆下身的眾生 就是五逆攝的眾生 它也是攝受 就把這些無二不作的人 就是那個叫做五逆攝的眾 把它攝受在一起 佛門就是把這個九法界眾 攝受在一起 它變成什麼 佛門利子 能夠一節其行 然後嚴懲佛道的意思 是這樣 將來嚴懲說 就攝齒的意思是這樣 金有這個含義 貫穿和攝齒的含義 接著我們看一下 其實金的 其實這個金 這兩個一起練一下 這兩個一起練 貫女修徒 一溺為修多羅 一溺為憲 此盈氣精 即是上氣佛靈 一度眾生 下氣生機 另物正物佛靈 一可為長也拔也 這裡面是講的 這裡面 這貫女叫修徒 就是一種修 一溺為修多羅 修多羅 修多羅羅 叫線的意思 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呢 我們在中文叫氣金 為什麼 你講線的話 不太雅 不太雅 什麼不太雅 比如說金剛就好了 講金剛線 就不太雅 對不對 你看那個中國的文學 那個什麼 詩金 對不對 書金 講金 聽起來很雅 對不對 那你現在講線的不太雅 所以要叫氣金 什麼叫上記佛理 因為今天我們講到 你今天學這個金論目的要達到 誤氣什麼 佛的理 什麼理 一進三地 就是真如理 我公 佛公的真如理 那你會氣入這個佛理 目的要怎樣 目的要怎樣 度過終身 確實 我今天為什麼要誤證到佛理 誤證到那個真如理 誤證到那個智希密度理 誤證到這個心佛眾宣上有理 這個智希密度理 目的要 度過終身 就是你能夠自覺 上記佛理 我能夠自覺 自然的話 立他眾身 對不對 是這樣 上記佛理就是自覺 度過終身是立他的意思 就是你這個金論佛頭是 那今天我們學習教理也是這樣 能夠誤證這個真如理 誤證到正希密度 目的要立他眾身 立眾身 是這樣 那下來呢 下去什麼 下去聖基 眾生的根基 什麼聖基 因為眾生的 面媒跟根基不一樣 有根基的立頓 善根的厚薄 不一樣 所以他能夠記入眾生不同的根基 不同的善根 目的要這樣 誤證到什麼 佛理 誤證到 讓眾生的慢慢的 從開始看看 誤證到什麼 無常苦空無無的理 漸漸的體會到什麼 一切有的法 如夢幻泡明 從了解到 一年所生法的俗地理 一年信或真理 都不離開怎樣 我們現前一定信 都不離開怎樣 正念十項剝樂 十項的理 諸法十項 慢慢氣無到佛理 就十項剝樂 是慢慢的 能夠一體其用 是這樣 是慢慢的 因為佛陀講 也是根基有秩序的 慢慢的 就是所謂的我們說 因財施教 是這樣 目的要 讓他誤證到什麼 誤證到什麼 我控法動真如理是這樣 那這裡叫長野法 有時候 這經歷的長野法野成長耶 就是說 他約時間來講 他是更善事而不易 什麼更善事 過去 現在 未來 都不會改變的 譬如說好了 進入你 自信民頭 正如自信 從古到今 乃至未來都不會改變 乃至呢 英年所生法的英國 英國報應 也是不會改變的 更善事不易 經過過去 現在未來都一樣的 不會改變的 英年所生法 英國啊 說這樣 不會改變的 就是葉昌來講 葉子按這裡來講 第二個 法 法是怎麼樣 普十彎而同尊 法是以修行的角度來看 法是修行的角度來看 我今天 我今天 我們學好 我今天好了 我們今天來修學 進入我們 要如說修行 依這個法 佛所得法 來修行佛法 就是說什麼 就普十彎而同尊 十彎世界 眾生也是這樣 依這個法 就是從那個 也是要 你今天要了生托死 乃至言成無道 依這個法 來修行的 這是耶 這個 依法 依空間來講 就是你要 從修行 這法是依修行 依修行的角度來講 修行的角度來講 你這樣 所謂 我們說依叫奉行 就是這些 所謂普十彎而同尊 普十彎而同尊 好 大概就把這個經 含義講過了 這個就是通明 接著來 屏幕 這屏幕 這個就是 入不思議 泄諾境界 普賢慧平 你說兩行 從入不思議 從入者一起唸 一起唸 唸到這兩個 入者正入也 有人所 普賢慧願為能入 不思議 泄諾境界為所入 不思議 心言枉極固 泄諾境界 這裡面了解說 這個簡單就是物正的意思 物正 物正的意思 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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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正正入也 物正的意思 但是物正他有能守 有能物正的我 能正 就是剛才講過 普賢菩薩是能正物的人 他的普賢慧平是 他也是 也是能 人所修的法 也是能物正的法 是這樣 人所修的法 人所修的法 是普賢斯大和諾 人所修的法 普賢斯大和諾 普賢慧是為能正 普賢斯大和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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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能正 人正入 不是一路境界 是為所正的境界 這裡面什麼叫不思議 就是心思口義 不是心思口義的境界 就是這種不是仿佛的境界 信念往前 也說沒辦法用 不是我們內心所思維到的 也不是說 能夠用 原理所說明的是這樣 不是心思口義的境界 不是心思口義的 那什麼叫洩漏境界 那是這種 不住有 不住空的 佛菩薩境界 就什麼講呢 在這個基督裡面 有如蓮花不著水 一如日月不著空 不著有 不著空的境界 就洩漏境界 不著有 不著空 什麼不著有 不著有 不著有 因言守生法 不著有 這個佛菩薩境界 就把這個 這個金吻的含義 金吻的那個 這個屏幕 瞭解一下 不思議 那這裡面講 什麼叫普賢恨平 瞭解一下普賢 這叫普賢恨平 我看歌壁 這兩行一起念一下 憑者類也 言普賢恨厭則 體性周邊約普 隨眼前德稱賢 恨以厭如鳥惡意 車二輪必須惡意 完全施可降空 二輪俱止 才能致言 憑就是類也 這就是普賢恨厭 這個普賢 普賢菩薩 有叫普賢菩薩 恨厭平 這個瓶就類也 然後什麼叫普賢恨厭呢 這要解釋 解釋普賢這兩個字 這是根據這個 那個 發言中那個 這個普賢恨平 書超 就是那個 綜密大師的解釋 它什麼解釋 然後什麼叫普 體性周邊 這體性就是什麼 自信迷同 我們在念傾聽心啊 它是什麼 周邊意思呢 它是清淨本然的 是周邊法界的意思 周邊什麼 死法界 我說清淨本然 周邊法界 周邊司法界的 周邊司法界的 就是人人本據 各個部的自信迷同 就是這個意思 司法界都有了 就是我們剛才講 什麼要提到 為一切法 真如拼的不堅謙固的意思 那什麼 隨眼稱的也稱賢 這也什麼 稱如來章來講 就是說你這個 隨什麼眼 隨攬靜的眼 而有四法界 但是他 雖然 他隨眼說 隨攬靜的眼 有四法界 但是呢 成什麼要稱得 本字句子 什麼 無量的功德 這個稱得 是約什麼 如來章來講 雖然能夠 隨攬 隨攬言 成就六法界 隨敬言 成就什麼 四法界 但是呢 句子什麼 本字句子 就是無量的功德 就是這個如來章 不會說 因為你 譬如說 好了 你成佛了 你無量光明 無量壽命的功德 還是 不會因為優勢增加 還是呢 你這個 你到 沙樂道 你這個 無量光明 無量壽命的功德 也不會減少 還是句子 本字句子無量功德 是這樣 約了如來章來講 這是約了一條 稱得的意思 本字句子 無量功德是這個意思 這叫稱贤也 那這裡面呢 請大家看到 金日復表第五頁 第五頁 我們看一下 就是因為這是 剛才那個是約什麼 忠祕大師的解釋 忠祕大師 這法言中的五祖 他也有解釋 我用唱國師的解釋 這裡我們看 那個第五頁 第二項 一起念一下 譜為十番 賢 千至稱賢 而不稱聖 這譜為十番意思呢 再來 就內心啊 無言大慈 同理大悲的心 慈悲心啊 因為補為 內心的時候 補為十番世界 補為十番 就是補為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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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利益中 立他的心 他有慈悲心 無言大慈 那個心啊 補為十番世界 就是呢 慈悲心啊 能夠利他 利他的 利是利人的那個 那個心啊 補為十番世界 眾生 謙卑 謙卑 自稱賢 這個謙就是能夠 自稱賢 而不稱聖 就是這樣 想 他雖然能夠 像普 就是說你會什麼意思呢 他內心呢 隨身無我的智慧之過 他那樣 這個謙卑啊 他這個謙自稱賢 都不能 他雖然是 是聖人盡 但是不是賢 因為聖 是怎樣 你是一般來講啊 十地菩薩 叫聖人 三賢慧 什麼叫聖人 三賢慧 十住 十行 十位叫三賢慧 到十地 就叫聖人了 但是呢 他謙卑 隨時無我的智慧 無我的智慧 不願稱他自己是聖人 稱之是賢 那是賢人是這樣 表示他隨時有智慧 所以這個謙卑 賢人就是有一種 卑一字專業的卑一字啊 卑一字啊 卑一神是耶卑 他無言大詞 通知大悲意思 慈悲心嘛 賢人就是內心 隨時無我的智慧 就是有卑一字專業的意思 這意思 那這裡怎麼講呢 我們看一下 看這個普遷恆筆的記頌裡面 有一句話就知道了 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隔壁第三行 就第三行 願身口亦恆清淨 諸恩差途亦互難 如是智慧好普遷 願我以彼皆同等 就是會人 他叫普遷菩薩 就是因為他 聖口亦恆清淨 什麼聖口亦恆清淨 就是你念心什麼 念念跟什麼 這個無我的智慧相應之故 乃至你到十萬世界 諸恩你說總統修行 到諸行岔鱸 你到十萬世界也是一樣的 不會說在壽佛世界之一 到極德世界都不一樣 就是你這個 文念念事生跟無我的智慧相應 所以你的聖口亦都很親近 痕跡是因為無我的智慧之故 你不隨時有落法 所以你隨時無我的智慧 所以能夠 所以才是 所以像這樣 智慧叫普遷是這樣 念念念事無我和無我智慧相應 所以你總統造作都是很親近的 是的 所以這種叫 像這種智慧叫普遷 叫普遷的意思 好 就了解一下普遷的意思 接著我們看一下 回到江表 第三頁 這時候我們把普遷了解了 普遷那個含義了解了 就看第三頁 就倒數第三頁 下面一樣 恨與怨如兩義測二輪 意思是怎樣 就是你恨怨要相舞相成 上次我們講過 你有怨的話 沒有行詞的話叫什麼 虛怨 虛怨 你要怨要 就是你要真實的去操作 你不能說有發怨 而不去操作 不去實踐 就是虛怨而已 同樣道理 你有行詞 而沒發怨的話 就是盲行 為什麼 盲目的修行 所以怨和行就是要相舞相成 他講的兩個意 車兩個輪子的意義這樣 所以一個虛怨盲行 所以你要注意到 這個要怨行 要互相相舞相成的 不可以那個 不可以說你忘失一個 要互相 互相併用 那這個要四個相 飛翔 兩義完全差一個相 二義差一個字眼 講得非常好 接著我們看 最後一行 這一行一起唸 我們一起唸到 那個第四頁的第一行 詞品為全部法言關鍵 修行書記 文言益封可詭可辭 不能受詞 全部法言者 當以受詞詞品為日課 這個 這是詞道士的 他的解釋 其實那個 在那個誰 那個清涼國師 清涼國師 那個法言書 他解釋 普希恩品的書裡面講到 這品就是 法言的關鍵 修行書記 下面是那個 下面文言益用是誰 是 詞道士加德是這樣 那這裡面看法言的關鍵 這一品就是 我們知道法言經 人家說不讀法言 不是富貴 佛經的富貴 就是他講的那些非常 那這裡就是講的非常 嚴滿 非常嚴滿的境界 他的教導我們如果是 他是其實法言經是教導我們 如果成就佛道的一些方法 就是所謂成活之道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法言的關鍵的意思呢 就是說明了一個他是一種 關鍵最要緊最重要的方法 如果說最重要的部分 就這樣 這個就是說怎麼 你關鍵就是 你要成就那種 法言三面的境界 法言三面是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修行的書記 書記和關鍵都一樣 修行的重要關鍵 修行的重要關鍵 哪些就是什麼 其實我們知道前面講過的 這部經的兩個特色 第一個什麼 業力廣大 第一個什麼 行此無間 就是這兩個特色 就這樣 就是關鍵 就是這兩個 這個就是 他是修行的關鍵 還是那個成就 這個法言三面的書記 是這樣 那怎麼樣知道呢 我們看一下 看到今天的副表 第五頁 第五頁 我們看一下那個就是那個 第五頁 齒品為前部法言關鍵 修行出幾指 什麼 前面講過 業力廣大 什麼 行此無間 這前面講過的 那這裡面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下面一堂 這是那個 就是那個祭壽裡面 這個法言 就普遷名祭壽裡面 這樣一起唸一下 三世一切諸來 最聖菩提諸恨宴 我皆供養 也滿修 以普遷恨物菩提 十萬三世諸佛 十萬三世諸佛 他們 他們 他是用 用這個 最殊聖的普遷 諸恨宴 就是他們 他們成果也是 也是藉由 也是藉由這個無上 這個恨宴 這個恨宴 來成就出來的 今天我皆供養 也滿修 我 這當時普行菩薩 我皆供養 我皆供養 也滿修 當然啦 我是這裡 因為他這次諸佛是從廣修供養那邊出來的 廣修供養 只廣修供養 但這裡 我是 我能夠 這供養是什麼意思呢 我 如梭修飲供養 也滿地修食這個普遷是大恨宴 為什麼要 我是如梭修飲供養 而且是 也滿地修食這個普遷是大恨宴的 怎麼講 為什麼 也滿 他是也滿修食的普遷 為什麼 下面那句話 以普遷惡不敵 有時候我會講 怎麼 普遷惡怎麼誤不敵呢 你又 一般來講 誤解到誤生到無雙不敵 現在要講 修空觀斷見識貨對不對 修假觀斷誠殺貨 修中觀斷什麼 無名貨對不對 才是無雙不敵嘛 對不對 因為你斷 斷見識貨 有什麼 空觀的智慧啊 斷誠殺有假觀的智慧啊 斷無名貨 中觀的智慧啊 就無雙不敵了對不對 都這樣才是 但是為什麼 以普遷惡不敵 這是修德 不可思議啊 這修德 你要怎麼用普遷惠 有時候我們 這個怎麼 有時候我們想 他你又沒有修空觀 也沒有修假觀 也沒有修中觀 但是就是你這個 從你進諸佛 一直到普遷惠像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一種修德 修有什麼 空觀 假觀 中觀 的智慧 就這樣 就像你說 念佛 你又怎麼 你想想看 我說我們在 你記得嗎 在那個誰 那個在 彌陀耀節講過 你念佛 念到是一心不亂 能夠什麼 能夠 弧出什麼 近視佛對不對 乃至念到什麼 念到疑心不亂對不對 能夠什麼 物正什麼 物正瓦身 對不對 記得嗎 有時候 怎麼會 你又沒有修空觀 你今天要斷見之負 要修空 要有空觀的智慧 像斷見之負對不對 你如果 昏波米要什麼 要有中觀的智慧 才昏波米 但是你知道 你普遷 其實這段話 在講普遷惡普遷了 就是這個修德 修德的普遷 是他能夠 物正什麼 物正普遷 是這樣 就像我們說 這個修德就是什麼意思呢 就像那個 廉詞大師說 所說的是什麼 脫筆名號 嫌我自欣 就是脫這個名號 我修持這個 修持這個修德 就是 我受持正經名號 這修德能夠 開嫌我本有清心 開嫌我自欣賜這個意思 所以這普遷惡不理 就藉由這個 普遷惡的修德 能夠開嫌吧 我們人人本具各部有自欣賜 就能夠 他這個普遷惡就是在某不一樣 把我們那個 我持法則的成功消除掉 這時候 自欣賜的無上不已 就顯現出來了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普遷惡 你說這個 說出來 說出來 為什麼說 他是佛愛人的關鍵 對不對 修行的書 就是修行的書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個 不可 它就有這個 以這個十大恨念的修德 來開啟性德是這樣 這個意思在這裡 所以你只要修 把這個 你印出我 修得好 就開啟性德了 是這個 能成就 污震到無上不敵 這也是 那現在我們回到這個講表 第三頁 倒數壁 倒數壁 文曰益翁 就是那些文 曰 曰就是很簡曰 但是呢 曰理非常豐富 所謂文簡易曰 文簡易曰的意思 含色很多曰理 而且呢 何鬼可詞 鬼就是鬼道 這鬼道是 可依循的 可依照 就是它有 可依照的 可依照這個 就是你 有一種鬼道 很依循 可依循這個禮啊 像軌道一樣 可依循這個火車 它搭到目 因為你軌道 就能搭到目的地是這樣 而且可以受詞的 可以依照這個禮 這個文藝 自然能夠了順透史 言成佛道的意思在這裡 假若 你不能受詞全部發言 你說你沒辦法 發言 這發言經啊 這很多啦 你說你沒辦法受 當你受詞什麼 這部 這部那個就是 這品為日客 就這樣 就是你要 就以這個 普希恩品作業 我們一般的 你的功課 每天都要 就是每天要讀誦一遍 就是這個意思 那回到這個 你看到第四頁這邊 這時候 把這個 把這個 世民講過了 就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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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阿元經 這個佛阿元經 就是 這個世民 這個題目 這個題目 題目講過 從大萬廣 大萬廣佛 法寅經 路不思議 西路境界 普希恩品講過了 接著我們看 弦題 這個一般題 都是 一般講諸法實相為題 大聖法 大聖的經典都是 那這裡是因為它是會 一陣法界 因為根據 佛阿元宗 因為佛阿元宗 他講一陣法界 那天台都講諸法實相 天台是講諸法實相為題 是這樣 那這這麼講 是因為它根據這個 佛阿元宗叫一陣法界 其實你看一般都諸法實相 都是為題 一般講諸法實相 都是題 因為這 一陣法就是我們 人人本據 各個部的自信密陀 就這樣 一陣法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了解什麼 一陣法界呢 請大家看到 今天的復表第五頁 一陣法界了解一下 就好 一陣法界 什麼叫一陣法界 一共有 看到就是第幾行 第六 第七行 法上三項法式 這個一個 一部那個 這佛法詞 佛法的詞典 一起唸三行 一極無二 真極不萬 交測容色 故稱法界 即是諸可平等法身 從本以來不宣不昧 非空非有 尼米尼相 無內無外 唯一真實 不可思議 故稱一真法界 一極無二 就是說那是沒有差別性的 沒有差別沒有差別的 這一就是等於拼等意思啊 那是沒有差別相的 是完全一個 完全沒有差別相 意思在這 無二就沒有差別相的意思 第二個就是沒有差別相的 完全是一 同 然後真呢就是不是虛妄的 是真實不虛妄的意思 真實不虛妄的 沒有差別 真實不虛妄的 而且呢 交測容色故稱法界 交測容色 這是交測容色 就是理室外 這交測容色就是能夠 這裡面呢 理室是相農 相互換互測的 互相相農 就是理和室啊 能夠互相 能夠理室 能夠互相交測 能夠互相農 所謂 我說 這是講理室外 理室外 這個理室外 是這麼講 相 理室能夠互換互測的意思 故稱法界 就是諸我平等法界 法界 是這個意思 諸我平等法界 就是一陣法界的意思 諸我平等就是一陣法界的意思 法界 就是說 人人不去 各個不如的自欺謎頭 從本以來 不生媚 本來就不生媚了 非空或有 不住空不住有 非就是不住 不住空 不住有 不住所謂 所謂 所謂 所謂講說 猶如蓮花不著水 意如略不著我 離民離相 沒有就是離開民相的 就所謂的 我們說離言說相 離民之相的 不是心思口義的境界 無內無外 就是說 沒有它是 就是無內外 這個無就不住 不住外 不住內外 內外不止走 不內不止外 就是說那個意思 它是 周遍法界的意思 沒有內外之北 無內就沒有內外之北的意思 這是內的 這個政府在裡面 在身體裡面 政府在身體外面 沒有這個意思 它是 沒有內外的差別相的 是這樣 唯一什麼 真實 不可思議 就是 因為這是 完全是真實的性界 所謂清淨本來 所謂清淨本來的意思 本來很清淨的 真實是清淨的意思 沒辦法心思口義的 故事一生法界 那這裡面呢 就把這個一生法界 稍微了解一下 其實就是 就是我們 人人不去各各部的自信彌陀 也就是所謂 天來東手下 諸法實相的意思 那這裡面就把這個體講過 我們看一下 明宗 這明宗是明擺修行的宗旨 這修行的宗旨 就是修行的綱要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明宗這一行 一起唸一下 以十大雁丸 倒歸極樂為終 依恨願 無謂趁信之修得也 這是這個 這個地形大師的那個解釋 十大雁丸 倒歸極樂 就以這個十大雁丸的修得 漸漸的引導我們 修此這個話 作為七項極樂世界為重 修行的綱要 眾主就修行的綱要 修行的綱要 而且他什麼 每一個恨願都什麼 都是趁而 這個無謂的 趁而 真如自信的修得也 都是趁而真如自信的修得也 他就是說這個恨願什麼 從信的所溜出來的修得是這樣 那這裡面我們看一下 看到那個金人護表第五頁 倒數第二行 這個記頌念一下好了 我此普行殊聖恨 無邊聖虎皆悲相 不願成立諸眾生 是往無量光佛剎 所以你修 你願你就普行之外 你修此這個普行 我此普行 你修此這個普行 實在是殊聖的行詞 而且呢 他具有無量的 無邊的 非常殊聖的福德 我都 雖然他具有無量的 因為你修此這個 又能夠達到 成就福德這樣 然而智慧之良 我都把它回向 就是表現那個 老實在那個利他的心 回向就大悲心 大慈悲心 我今天我修此這個 不是為自己而已 還是要回向給 無量的眾生 回向給 哪些眾生 他怎樣 普願成立 成立諸眾生 這個諸眾生 諸眾生 諸眾生 九法諸眾生 因為呢 我今天不是為六刀 六刀諸眾生是在混淡真實 其他菩薩 言解 聖無大諸 便利生死 就是那個慈悲心 那個心量大 普願成立的九法諸眾生 能夠 素往什麼 極樂世界 無量光 無量光佛山 趕快完成極樂世界 是這樣 為什麼菩薩境界 因為你 往生極節是一種快速沉浮的地方 對不對 是這樣 在無量說之前講過 它是快速沉浮的地方 表現它的大悲心 是這樣 那這裡面就是說 其實從這段話來知道 這個十大念念 為什麼這譜弦 赫眼瓶是一種淨土無精之一 從這段話 最近就了解到 它是譜 就是一種淨土無精之一 也是這個含義也是這樣 好 接著我們回到這個講表 第四頁這邊看一下 這時候你想想看 我修行普遷 目的是什麼 要得到利益 用這種 用這種 公用 利益 我今天修普遷 目的要怎樣 你的利益 一定要得到利益的 對不對 什麼利益 我們看一下這一場 又是講表的第四頁 第四頁 一起唸一下 以拔眾生苦 以諸佛樂為得用 就是說你這拔眾生苦是因為你有 因為你有修持這個普遷 它還有你的功德 才能夠讓眾生能夠除去這個 種種生死的苦惱境界也是這樣 那也是拔眾苦是因為 你這一定有智慧的 你想 眾生有善根的厚薄 根基的利益 要拔除眾生的苦不簡單 是這樣 所以你要 說你本身有 因為藉由修持這個普遷 是它具有福德之良 智慧之良 所以才能夠益眾生 才能夠讓眾生離苦得樂 是這樣 而且呢 以諸佛什麼 樂就是讓眾生 其實諸佛什麼意思 讓眾生聞及實際的意思 對不對 以諸佛樂為得用 因為你往 以諸佛樂就是讓什麼諸佛樂 就是所謂 內盤其境樂 菩提結法樂的意思 不是無意之樂啦 這諸佛樂意 內盤其境樂 無意之樂 那意 內盤其境樂 菩提結法樂 就聞到 諸佛在這也是 諸佛的淨土嘛 因為大家 讓他聞到諸佛淨土的淨土 他能得到這種 菩提結法樂 內盤其境樂 那即使這個諸佛 以諸佛樂這裡面也是 當然是目的是 文生極的世界 為得用 你什麼叫得用呢 因為你 基於修德的開閒 修德開閒是要信德的功用 因為德就修德開閒 它顯現那個信德的功用 我們說信德可能是功用 因為大悲 大志 大悍 都從信德溜出來的 因為基於修德的開閒 那個信德本質具足的功德 才會流露出來 是這樣 叫信德的功用 那這裡有沒有看到呢 怎麼拔生中苦 以諸佛樂呢 請大家看一下 看到金日復表 第六頁 第六頁就知道 因為你修持這個 修持這個譜行 是它有什麼功用呢 看一下 看一下 看到金日復表 第六頁 前三行 先念前三行就好了 一起念 四個如等 文齒念完 莫生一念 因當遞授 授以能讀 讀以能誦 授以能詞 乃至書學 廣為人說 世之人等 於一念中 所有恨念 皆得成就 守候無際 無量無邊 難以煩惱 大苦海中 無際眾生 逆其處理 皆得晚生 歐彌陀佛 極樂世界 重點在後面那一句話 知道嗎 但是呢 這裡面呢 我了解 是文齒念完 這個文就要了解 旗子緬太 你要了解到 文都含有 信解的意思 信解 一般來講 如果說 下面有地壽對不對 一般如果 地就是壽詞 地就是壽也仁慈 這個 一般如果看到 文都至少是信解的意思 有時候他如果叫 文齒念完 就像我們學《無量壽經》 48年的時候 文齒名大就是 他就講 信解壽子的含義了 所以這個文至少有 至少有什麼 信解的含義 你這文不是說 只要聽文 內心有信解的含義是這樣 這裡面 而且能夠 也不知道能夠自立 能夠立他 現在下面是立他 我自己的書寫 就把這部《無量壽經》 能夠廣學就 書寫就是流傳下去嘛 而來自呢 這廣告人說是你能夠以法 以這個 法來施給共生 就立他的意思 剛才不是說 自決對不對 要決他 就是立他 廣告人說就是立他 立意眾生 做法布施一樣 就是法布施啊 所以這樣 你看 所以這些是認得 他成就 就成就這個 你自然 恨你就成就了 而且 因爲你知道呢 就是你這個修德 恨信德 配著什麼 本有的功德 你把那個大悲大慈大悍的功德 就選出來了 所以你無量不變功德 所以呢 而且呢 有那個智慧啊 所以能夠在法老大會 就是眾生在法老大會 能夠拔棄眾生啊 能夠拔棄眾生的苦 能夠救棄眾生的苦 讓人能夠 能夠 能夠從生死的實戰 到內盤的比例是這樣 就從來 算是讓他出於生死的苦 還是這樣 因為本身你有大悲心 要有智慧 是這樣 因為眾生 你要這個 要背一致酸硬的心啊 所以讓眾生能夠往生極了實際的意識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 看那個下面 那個三行 再一起念一下 往昔猶無智慧力 所造極餓無堅 宋詩補行 大業環 一念素極皆相滅 足性 種類 極容赦 向好 自衛 賢淵滿 諸謀 外道 不能吹 康為善業 所應貢 所以不離大樹環 咒以祥無諸謀作 成等正結 莊法輪 普利一切 諸含世 這裡面我想我們不要解釋 他這裡面就說 你 你看看 這裡面是因為果報 這裡面就瞭解一下 就說你 因為你具有宋詩 這個我先講一下 看第一講就往昔猶至 所造極 宋詩 這個宋詩裡面 就是人用信解受詩的含義的 知道嗎 這個宋詩就是我只有宋而已 他能夠信解受詩的 就是信解受詩 而且不只有那個宋而已 這個裡面信解受詩的含義一定有的 所以這應該神類掉了 這宋才有信解受詩的含義才能這樣 才能夠一列書籍接下面 不然怎麼無間列那麼簡單 那個就是你也不然能夠信解受詩才能這樣 這裡面就要 就是說你這部經呢 就彭仁品有無量的功德 是因為你能夠解形病重 依解其形 而且能夠受詩他是這樣 只顧他才能夠利益眾生 而且自利優利他是這個意思 用自利優利他是這樣 自己不能聞 而且能夠利益眾生聞極的世界 是這樣意思 接著我們看一下 用講話講叛教 叛教 這叛教裡面我們看一下 這個叛教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就是講表第四頁 第五行一起唸一下 以元頓大聖第一努衛為教相 元頓大聖 這元頓大聖就是說大聖法 師子大聖元頓法 是這個就是說能夠 就能夠馬上成就無上撲體的 那第一努衛為教相 這裡面就是這樣講 我們看一下 看到金的復表第六頁 第六頁看一下 第六頁這裡面呢 就是那個普賢恩秉集教書 就是帝賢大聖的解釋 這叛教 一如為教相 這裡一共四行一起唸一下 此今已五時中 是第一時如日初吃 新造大高三晚 已無畏中 即是滷味大經營 譬如從流出乳 從乳出落 從落出生疏 從生疏出所疏 從所疏出 從手疏出敵服 以辟如來 五時收法次第 留異佛 無畏異教爺 以法語屬頓教 以法法皆明別教 正明言教 不以言頓大聖 利魯衛為教相 就是我們來瞭解他 他這個教法是屬於大聖法 還是小聖法 他是言頓法還是什麼 建教法 是這樣 那這第一頓 五時中為第一時 五時是第一時什麼意思呢 五時中五時 第一時是華音時 再來是暗時 再來是方等 第四個波羅時 第五個是法法內潘時 這是一些什麼 別五時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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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要瞭解 佛羅是印記說法的 他雖然講 有時候講 在華音時講什麼 因為有時候根基不一樣 那對戰 對戰 根基比較頓的 人家講 當然要講 雖然在法院的時候講的 暗時 乃至我說 有時候 華音時 暗時 翻等波羅 法內版 這五時啊 有時候想要通五時 這是別五時來講 第一時 有時候呢 你在第二次暗時 有時候他是 你想一個嚴頓的 一個人有嚴頓 上個人 佛都會這樣講 阿安時嗎 不會 馬上講什麼 嚴頓教 是這樣 有時候講那個 法眼的禁見 有時候 因為他是這麼講 所以呢 因為次第來講 次第來講 是有 北五時有 從法眼阿涵 翻等波羅 到法華內盤 但是有時候呢 有時候 佛陀是印基說法的 印基啊 印眾生的根基 善根的厚薄 來說法的 不是說一定這樣的 是這樣 要了解到 這是因為方便說啊 佛陀是 有時候你要方便 因為有時候 叫北五時 因為 因眾生的根基 次第是信的 但是有時候呢 他有一種 叫通五時 什麼叫通五時 他在 暗時來講什麼 講法眼的禁見 有時候講什麼 法華內盤的禁見 因為他印眾生的根基 是這樣講 通五時這樣 叫通五時 所以這五時中 是有時候 分成兩 北五時通五時 但是這裡面是講 從第一時就要了解 他是什麼 北五時來講 第一時叫法眼時 那萬一是怎麼樣 這樣 如露痴痴 就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先造什麼 最高 最大的山 高張文 就先造什麼 意思是先度化菩薩 先度化菩薩境界 是這樣 然後再造小山是這樣 這樣 小山 你先造大 意思是先加持菩薩境界 讓他快速成佛 是這樣 然後瑜伍威中 就是瑜伍威中 就是瑜伍威 這瑜伍威 這個瑜伍大金銀 這個大金銀就是所謂 大玻璃蠻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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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蟲牛 這個牛 這裡面就是佛 剛剛出爐 出爐就是收法 就是收法 這裡面現在 它裡面用收法 收法來講 剛剛是先爐 接下來慢慢變成弱 弱成了酥 然後從孫師變成熟 然後在裡面提伍 這五個次段 所以佛安詩講什麼 佛安詩就是弩位 那安詩叫弱位 那勝出什麼 就是所謂翻等 收書就剝了 提伍就是法法內凡史的意思 法法內凡史就提伍這樣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這裡面就是根據 這個地形大師說 這是譬如 用這個P來說明 如來佛陀 五十收法次第 就佛陀說五十 就是北五十來講說 法言 阿罕 翻等波勒 法法內凡這個意思 就這樣 那這裡面就 他用這個P 就說牛就是佛一樣 這五位就是教法 他所說的教理 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他這裡面是當然 因為他因為這位大師 是天台中的大師 他裡面是民國臨界的大師 他說 以法語 俗頓叫法語 大家聽這法語 其實很奇怪 什麼叫法語 還有法法 怎麼一樣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 這法語什麼叫法語 我簡單講一個例子好了 我講個要 法法就是 要味啊 比如說 要法什麼 可能是 連質 比如說 這法語就四成湯一樣 四成湯啦 法法什麼 就是連質 四成湯有什麼 連質 三藥 符靈 還有符靈 還有符靈 欠食 對 欠食 對不對 欠食 這欠食 就是所謂 障通悲言的意思 法法式教是障通悲言 後來是什麼 就是 藥味 你看 那個什麼 那個就是四成湯一樣 藥味就是 法法式教 可是連質 欠食 符靈 三藥 那是法法式教 法法式教 那法語就是什麼 就是 把這個 就是等於 中和一下 把這個藥味 各的藥 合成一個藥品 就是四成湯 就是法語的意思 就是頓教 就是這個意思 它有一個概念 這裡有一個概念 就是把法語 了解一下 那頓教 為什麼頓教呢 它講的是一種 雲教法 就是能夠 能夠馬上 誤正到 大就是能夠誤正到 無上普提的法 就是度正 不是漸漸的 就頓教 譬如說 你現在 你到101大樓 對 你坐電梯對不對 就是頓 沿路法門 如果說你從樓梯 從一層樓 慢慢走走 一樓走到二樓 二樓走到三樓 叫尖教 叫尖教 是這個意思 次第性的 慢慢馬 叫尖教 沿路法門 直接坐電梯 馬上到101上 到頂樓 是這個意思在這裡 叫做頓教 這法語是這個意思 因為那個 教法 這是法語怎麼樣 教法 眾生的儀式 頓見 秘密不定 其實畫有四教 叫頓法 見法 秘密法 不定法 是這樣 這裡叫頓法 頓教 直接說出一佛聖的禮 讓我們誤證到物上鋪底的意思 頓教 頓見秘密不定 那這裡叫頓頓教 法法是這樣 法法是這樣 藏童別言 這裡 尖明別叫 尖明別叫 正明人叫 它是 什麼叫 它是 剛才講過 它是藥味 法語是藥方 法語是藥方 藥味 對 它可能是藥教 東教 別叫 這裡面還有岩教 岩教 岩教 是用頓教法門 正明岩教 主要是岩教 因為岩教是最圓滿的定義界 就是最能夠是成就無上不敵的法門 是這樣 所以法法是教 就藏童別 藏童別 這別叫 這別叫是這樣 我先講好了 因為別叫是修空觀 他先修空觀 再修假觀 再修中觀 別叫次立性的 譬如說 實性衛菩薩 他修什麼 西空觀 實住衛菩薩 修什麼 提空觀 實性實住 實行修什麼 修假觀 實性實住實行 實回向修什麼 修中觀 然後實地 處地 他創官 就修中觀了 修中觀 也滿了 因為實回向 中觀還不延滿 到處地菩薩 也滿了 分破面分整往實地 就是修中觀 次立性 叫北叫 那煙叫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 一中一切中 煙叫是這樣 在實性位的時候 他是 空 一空一切空 什麼 修中觀也是空 中觀也是空 一假一切假 一假一切假 修空也是假 修中觀也是假 修中觀也是假 一切中 空假觀都是中 就是這樣 原教師這個修地 他是很刺利 他的利根 非常利根的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利根 原教師這樣 而且他們重點 他們兩個 他對這個內心的境界 非常清楚 他知道一切都新的境界 他跟非常微細的境界 是這樣 原教師這麼利根 非常利根的人 是這樣的 而且他 因為北叫做 空假中上觀 他是一心上觀的 一次都一心上觀的 看到實性位就這樣的 一心上觀 一自問的 所謂什麼一心上觀 所謂真天心的 即空即假即衝 就這樣 一空一切空 一假一切假 一中一切中 原教的意思 所以故意什麼 原盾大聖 原盾是說明他第一儒位的教像 原盾大聖 就是說從法語的角度 他是原盾法門 而且他是大聖法門 而且他是大聖法門 而且他是一種 原教 就是他是原教的法門 就是原教 原盾裡面含有原教的含義 是這樣 而且是你第一儒位 就是他是 第一儒位 第一儒位是說明 他是法言史的境界 法言史 以法言史那種 法言史那種 教義 為他的相貌 是這樣 這樣我們叛教講過了 這時候我們把這個概念 這時候我們把一個 檢視晶體 檢視過 這時候我們要講修詮鋼藥 這修詮鋼藥 其實也是很重要 為什麼呢 今天我們說我們 我們講這個什麼 我們在隨允思議的時間 普行史大喉嚴很多 但是我們把這個修詮鋼藥 這個史大喉嚴了解的話 如果去應用在心理上 在生活上 就能夠得到利益了 是這樣 所以利益這個是我這裡面 所以我剛剛主要是根據什麼 根據唱功 菜喉上的那個 他的開示 一路 就是史大宴完 只要開示裡面 再入下來的是這樣 他比較能夠 就是說你能夠 比較容易下手 是這樣 他因為鋼藥就不要 鋼藥 它是有一種 要點 就是類似我們那個 就是鋼藥 就是很簡單 能夠 能夠 引減液蓋的含義 而且是我們成就 往生善筆的那個境界 也是 就是用 修詮 成就往生善筆的那個 那個 要點 好 這裡面我們看 我們看第一個 這時候我想 我想 我們面這 那個 第四頁 就是會往第四頁這邊 從 我唸第一行就好了 李敬諸我 一起唸 一則 李敬諸佛 深夜清淨 淨夜清淨 這裡面呢 李敬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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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李就是李拜 就生善清淨 李拜 李就是李 身體李 身善清淨 李 但為什麼要講生善清淨 因為 因為內心 因為內心清淨之故 為什麼 敬 就是 你看到一夜清淨 因為一夜清淨之故 所以你的身口 都這樣 都清淨的是這樣 那一夜清淨 因為內心 誰是無我的心 你意思意思 以自成心 對不對 以自成心來什麼 來李敬諸佛 是這樣 所以生善清淨 是因為內心 也是自成心來這樣 那這裡面 李敬諸佛 對付我慢的作業 其實要對付我慢之心 為什麼要禮佛 有時候人家 你為什麼要念佛 我救我為什麼要禮佛 就是目的 對付我們內心的 我慢的作業 無量節 我們我慢的習氣 對不對 我們都我慢的心 確實的 所以藉由這個李敬諸佛 你看 我說為什麼我慢 接著自己了不起 哪有了不起 可能多才多義 你有錢 有勢力 或是管學多文 從外管學多文 很多優點 就是接著 我慢 你知道嗎 常常自己 也自己了不起 所以藉由這個禮拜諸佛 禮佛 對付我們內心 我慢的習氣是這樣 那這裡面呢 就是那個禁很重要 這禁就是一種自成心 內心能夠 就是剛才講過 它是一提其用 就是你以自成心來禮佛 所以算清淨 了解一下 這了解一下 那這裡要說 你要做禮禁 禁很重要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第二個二者 稱讚如來 這一行一起唸一下 一夜清淨 修以上二夜 則三夜清淨 念佛逢法 即是稱讚如來 這裡面呢 就是說 這稱讚如來 就是一夜清淨 這個稱揚 稱讚如來就是 稱 這是一般從 字面上我們用稱術 讚揚 諸佛的功德 就實斷諸佛的功德 稱揚讚嘆 就是稱術讚揚 就稱揚讚嘆的一樣 佛的功德 就這樣 稱揚讚揚 那你 就表示一夜清淨 那為什麼一夜清淨 因為剛才 因為前面的敬夜之故 因為修與善二夜 修與善二夜 則三夜清淨 所以意思喔 這個禮禁諸佛 和那個稱善二是連在一起的 因為你有內心有什麼 今天你拜佛 是因為內心的恭敬心 那你跟我隨時 知行迷惑的心 我那個體 以這個自成心為體 來什麼 來生禮拜 可稱念 是這樣 所以才能夠三夜清淨 是這樣 三夜清淨 是這個意思 重點在你內 恭敬心很重要 是這樣 所以我們在佛節 要存要 身心數目 以自成恭心來禮佛 就是這樣 所以說 涅佛弘法其實稱在如來 這裡面喔 這裡面這句話當然了解到 為什麼 念佛 你念佛名號 就是稱仰 稱仰讚嘆佛陀功德 是這樣 逢法也是 為什麼呢 逢法 你就是這個逢法 這逢法目的 其實我為什麼要念佛 逢法 對字口諱的故事 這時候 今天 你今天 今天 就弘揚佛法 念佛弘法 就是你弘揚佛法 就 讚嘆佛的功德 對不對 因為 弘法今天我們說 以法為師 以法為師 對不對 然後以法什麼 虛仁 所以我學的法 分享給了我的 我的家人 還是親戚朋友 就是弘法意識 跟人家分享一下 弘法意識 就是怎樣 稱仰讚嘆佛的功德 對不對 就等於 代佛熏說 你就代替佛陀來熏說這個法意 等於是 稱仰讚嘆佛法 因為你 你表示你對他的法意 有讚 有讚同 有那個認同 認同他 所以才會跟大家分享 跟你的家人分享 來自親朋好友 分享這些 這些佛法意 是這樣 是這邊來的 是這樣 所以稱仰讚佛法是這樣 其實你在稱仰讚嘆 稱仰讚嘆佛法 是目的是怎樣 目的是怎樣 對峙文 口業的過失 剛才理基礎是對峙文 我們來做業 我們來過失 是這樣 所以同樣你 這樣本來 他對業來講 其實他有無量功德 但是同時能夠對峙 我們種種奇蹟的過失 是這樣 第三個法 管修供養 一起唸一下 諸供養中 法供養罪 這個供養 管修供養這個厲害很多 但是這裡面 這法供養罪其實有七種 七種裡面 這邊講七種 就是供養 所謂 盧梭修供養 利益中養 射送中養 戴中苦養 勤修善 不捨不得見 不利於普提供養 七種供養 法供養罪 為什麼呢 這個法供養罪 怎麼講呢 比如說我講一個例子好了 這盧梭修供養 就好了 七種供養罪供養罪 法供養是最豎盛的 就是那個供養就是等於 一般來講布施 布施就是供養 但是呢 布施是什麼 布施說以上對下 這供養說以下對上叫供養 是這麼講 供養是這麼講 那這裡面呢 廣修供養 就是你這個廣泛的 來修持這個布施行為 這供養就是布施 但是我今天說 供養是一種 我對三寶的供養是這樣講 是這個意思 那布施有布施給眾生 這一點點好像上對下這麼講 其實 法供養就是 為什麼要供養 我先講 會怎麼要供養 不一定要迫使我們內心的遷探 遷探 遷探 為什麼迫使內心的遷探 這個在大神請教委的段文化中 已知法性 已知法性 體無遷探故 隨順真如 修行者布施婆羅密 他知道法性什麼 他能夠關照 知識意味道是沒有遷探的 所以能夠隨順真如修行者布施婆羅密 就是這個 所以你修供養的目的 破除我們內心的遷探 是這樣 這個意思 來自 用供養 就是你其實供養佛 你今天供養佛 反正你今天拜佛 道佛 還是呢 隨順佛佛的修行 如說法供養罪是這樣意思 這簡單就好了 因為剛才這個七種供養 我想在我們在經文裡面 再慢慢體會到 這裡面一個概念 就是法供養罪 目的要迫使我們內心的遷探 大概這個裡面呢 就把它簡單的一含義就好了 就是簡單到時候我們再解釋一下 因為供養很多啊 這個供養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你拜佛的時候 一般來講我們唱功師都怎樣 觀想一下 觀想意供養 意供養 意供養 身口對不對 什麼意供養 身口意 比如說你觀想 我拜佛的觀想 自想一個心爐 對不對 心爐的心爺 香爺鳥鳥 在天空幫忙中 接著什麼 香吟 然後香吟有蓮花的東西 青黃赤白的蓮花 所謂青色金光黃色黃黃 赤色白色的蓮花 然後圍繞著什麼 櫻花梅花藍花 這些觀想 但是你要看什麼 看這個 你要想要假花 或是一些什麼 花的圖譜 可以觀想出來 譬如說 那最尊貴的 那種山藥 燒藥 那個什麼 牡丹燒藥 最尊貴的牡丹燒藥 很大的 你一定要常常有假花 才能觀出來 你沒有看過 很難觀的 藍花有各式 你要有意要看到圖譜 要圖譜 才能觀那些假花 你觀出來的話 就是易供養 就是供養 供養 這是免惠的供養 對不對 香花燈 這些香花 很多高貴的花 很多花 很多花 玫瑰花 各式各樣的玫瑰花 紅色的粉紅色的 黃色白色很多 玫瑰花很多 還有什麼 旁邊的蠟燭 各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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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蠟燭 燈 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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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你信都不要 能夠這樣 蠟燭 蠟燭 就你第六四人 比較能夠 容易打妄想的 是這樣 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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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菊啦 什麼 很多各式各樣的菊花很多啦 玫瑰花是各式各樣的玫瑰花 很多啊 太多花了 一定要除非你有假花 乃是那個圖片啊 看得出來 像觀想 這是免費的 也是無量功德啊 是易供養啊 氣死啊 對不對 就不用花錢的 用易供養 無量功德 表示你也是法供養 我是照佛 我是供養佛陀的意思 法供養最好 因為時間關係啊 那我們呢 就是暫時學習到這邊啦 那我想一下 我們回去呢 要多以 多拜佛求唱肥 這個其實因為我們都有 我們都有重罪 剛才講過了 我們都有重罪惡惡禪 確實 互相勉勵啦 因為畢竟這種疫情啊 是隨我們眾生的業力來趕來的 確實乾脆 你今天除了出來 為什麼 殺害太重了啦 殺害來的 都是過去 那就是我們照做來的 在今天呢 我們唯有多理佛求唱肥 才能夠 才從供養裡面呢 得到這個別業 親近的業力是這樣 才能夠消災障 能夠吸災 吸除這個災障是這樣 同時呢 不斷利益 我今天我們拜佛求唱肥 不斷利益自己還是這樣 利益眾生呢 是這樣 讓這個 讓這個 這種疫情呢 慢慢減輕是這樣 好 我們一起練啦 徽相 願你此功德 專年佛淨圖 善報是眾恩 夏季三獨苦 若有淨文哲 西花普離心 敬此一報生 同生極樂果 好 chydy 好 好 ë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